这个正在享受着帝王桑拿的男孩,前一秒还是贫苦,山沟里玩着泥巴的小男孩,现在却成了才发大少爷,他叫志豪,从小就跟奶奶相依为命,对自己的身世毫不知情,直到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晚上,奶奶被一辆车撞到,去世后第二天,志豪就被一个自称爸爸的男人找到,这个男人,就是知名企业富盛集团的会长,刘满氏。 那刘满氏为什么现在要带回志豪呢?原来刘满氏还有一个儿子,这个儿子叫任何,从小的他,自认自己以后就是爸爸的直接继承人,而又具有弹钢琴出色的天赋,再加上母亲菜花对他的呵护,已经让任何骄傲自大,到了目中无人的境界,然而任何在一次钢琴比赛中,就因为小女孩无意间对他笑了下,任何就觉得小女孩在嘲笑他,于是就故意提高钢琴的一个调,让小女孩唱破音丢人而失去冠军, 事后被小女孩家长问责,仍和仗着自己的身份,装作毫不知情,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,直接把对方气的血压飙升,事后学校方面,极力地谴责了任何的行为,而刘满氏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声誉,直接捐赠了250架钢琴给学校,来平息此事,也因为这件事,让刘满氏决定寻回在外的私生子,当然,这也不是主要原因,然而志豪到来的当天,刘满氏就宣布了,志豪以后就是家里的长子, 一切待遇与人和一样,听到这个消息的母子俩,如遭到晴天霹雳一般,仍和不愿接受这一切,不愿看着到手的蛋糕,就这样被人分走,叫削着让志豪这个野孩子滚出去,但是她的抵抗直接被无视,蔡花也是气愤地找到丈夫,无缘无故做了后妈,任谁都不乐意,然而刘满氏对蔡花这些年,在家里的虚情假意, 和私底下背叛自己的动作,心里一清二楚,这也是刘满氏找回志豪的原因之一,只为折磨蔡花,用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,蔡花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切,然而接下来的一则宣布,更是让她如坐针毡,因为长子志豪也拥有钢琴方面的天赋,与二儿子人和各有千秋, 于是刘满氏宣布两个儿子中谁更优秀,谁就是家族继承人,蔡花意识到了危险,开始了对自己儿子艰苦训练,然而人前对志豪如亲生母亲,背后确实毒吸心肠,在一次钢琴的比赛结束后,任何拿到了比赛的第一名,本以为父亲会有奖励,不料刘满氏拿起奖杯就摔,然后抱起任何就丢进泳池,蔡花硬是猛逼的都看呆了,原来刘满氏对任何,得第一的做法嗤之以迪,任何受伤的手, 在比赛前已经康复,为了博取同情,她隐瞒事实,再加上蔡花的贿赂才得到的,甚至还把志豪骗走,害得志豪,差点就失去了比赛机会,有满事羞愧,有这样的儿子,直接取消了任何的继承权,蔡花现在恨透了丈夫和志豪,志豪看着蔡花,手里拿着自己已经破碎的,安慰奖的奖杯,以为是任何摔的,安慰蔡花任何是自己的弟弟,自己不会为这点事责怪她的,蔡花也只能干大地离开, 不料在蔡花没走几步时,身后传来了志豪叫妈妈的声音,志豪只看到了蔡花对自己好的一面,她也急切地希望拥有母爱,这一刻,志豪满心欢喜地认为自己得到了,而蔡花只能强颜欢笑接受这一切,奶奶问志豪想要什么奖励,之前穷怕了的志豪,只想吃一只完整的烧鸡, 当志豪说出这个要求后,奶奶觉得志豪看不起自己的实力,直接就把市中心带闸鸡店的百层大厦给了志豪,还怕志豪不相信,明天就叫律师过来办理转赠协议,刘满是对母亲的做法也是大吃一惊,看来自己的母亲还是很喜欢这个孙子的,然而这些话,被在房里处理自己伤口的蔡花听见了, 她知道自己这个时候,也必须去表示一下,不然让丈夫看出,自己平时对志豪都是假心思,就不好了,于是蔡花把自己珍藏的百年钢琴唱片送给了志豪,来向婆婆和丈夫表明自己对志豪的喜爱,与此同时的人和就不高兴了,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,现在都离自己越来越远,蔡花赶来及时制止了人和的疯狂行为,人和不理解母亲的做法,自己是母亲的亲儿子,那么贵重的唱片,自己要了几次不给, 今天母亲却主动送给了别人的儿子,蔡花此时也是心痛不已,明明是自己的儿子拿了第一名,本该属于自己儿子的东西,现在都被人抢走了,正在蔡花要说真相的时候,敏锐的她感觉到丈夫进来了,蔡花立马改口,开始批评儿子,让儿子不要只知道极度,要懂得虚心学习,输了就得遵守承诺,叫志豪哥哥,可人和叫嚣着不服气,凭什么一个后来者就把自己的位子抢走, 此时的刘满事也告诉人和,你被一个后来者超越了,是你自己水准只有那么点,人和不甘,就这样失去一切,她抱住即将离开的父亲,祈求再给一次翻身的机会,蔡花此时为儿子心痛难耐,她来到了地下仓库来,到一架钢琴前,轻轻地抚摸着,她缅怀着自己曾经的梦想,想起自己,当初也是受万人敬仰的钢琴大师, 那一刻,她是多么的自豪,多么的幸福,只有想起这些,才能抹去此时心中的不快,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,把自我陶醉的蔡花惊醒,这个钢琴是蔡花的秘密,不能让其他人知道,蔡花急忙盖好钢琴,锁好大门,正准备急忙离开,定眼一看,原来是自己的婆婆来到了这里,差点没把蔡花给吓得魂飞溪天,婆婆以为蔡花在这里藏好吃的东西,吵着自己的肚子饿了,蔡花急忙告诉婆婆, 要给她做满汉全席吃,拉着婆婆就走了,好不容易把婆婆给哄睡着了,刚要离开的蔡花,被婆婆一把抓住,婆婆拉着蔡花,说了很多不着边的话,搞得蔡花莫名其妙,也觉察到了婆婆有问题了,于是第二天就把婆婆带到医院,做了个检查,结果婆婆得了老年痴呆症,然而蔡花没有把这个结果告诉任何人,这个看不起自己的婆婆,她早就厌烦了,回到家的蔡花,无意间听到了老公和助理的对话, 刘满是因为治好地回家,觉得要重新立遗嘱,还要见一位著名的钢琴大师,私下拜托点事,蔡花听到了内幕,决定要提前为儿子做点什么,于是她一番查找,刘满是口中的钢琴大师的资料,了解其爱好的钢琴曲,开始让儿子练习大师喜欢的曲子,到时候争取获得大师的认可,然而让蔡花万万没想到的是,刘满是借的著名大师,已经谈完事走了,见两个孩子的,是一位普通的钢琴教授, 这让蔡花失望至极,与此同时,刚送完钢琴大师离开的刘满是,与母亲的通话中,无意间知道了,蔡花进出地下仓库的事,男人本能的预感告诉刘满是,那里一定有什么秘密,他让人准备砸开大门,不料,刘满是发现了当初蔡花着急之下,遗留下来的钥匙,进去的刘满是,最终发现了那架钢琴, 这就是刘满是痛恨蔡花的一点,瞒着自己遗留前任的东西,他找到蔡花也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发现,只是告诉蔡花,自己意外捡到了一把钥匙,他想看看蔡花有什么反应,怎么去解释这个钥匙,然而蔡花临危不乱,心平气和地说,这得问问庸人,这个钥匙是干什么的,就这么轻易放过他的,画面一转, 志豪和任何,在见面教授后的结果也出来了,志豪得到了教授的推荐,任何失去了这次机会,志豪满心欢喜地把推荐信给到五,这天奶奶跑到大街上,抓起摊位上十几个烧饼,转身就跑,可因为跑得太快,突然连饼带人摔倒在地,老奶奶看大壮追了过来,急忙跪地求饶,大壮拉起老奶奶来到摊位前,重新装好几个热乎乎的烧饼,在纸上写上,饿了就来吃,吃到饱为止, 这时的老奶奶才知道,眼前这个小伙是一个聋哑人,此时奶奶心虚地看了一眼小伙,拿起烧饼,转身就离开了,身怀六甲的大壮老婆知道此事后,并没有责怪自己老公,称赞大壮心底好,人又帅,不愧是自己的好老公,而且还说到老奶奶下次来了,依然还会给烧饼他吃,晚上大壮一家人守着烧饼摊,畅想着美好的未来,女儿多美,希望自己拥有一台钢琴,梦想长大后成为一名钢琴满面, 她回去把习一跪搜刮一空,然后拿起一个大钻戒,本来一副钻戒什么的都拿走,而习一点也不在乎,可当婆婆说要钢琴的时候,儿习当场就急眼了,可婆婆不管这些,在婆婆眼里,儿习只是一个奴仆,根本没有与她讲理的份,第二天奶奶就叫来了搬家公司,菜花看着自己真爱的钢琴,她气愤地直接跑到屋里,拿起给婆婆治病的药,直接丢到马桶里,毫不犹豫地给冲走了,大壮一家,也很快说, 也收到了奶奶送过来的礼物,还塞给大壮一个大钻戒,让大壮去填满自己的遗憾,多美也收到了奶奶送过来的钢琴,一家人都高兴至极,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,就因为奶奶的一次善意的赠送,成为了大壮一家人噩梦的开始, 菜花之后从刘满氏口中得知,教授在推荐信上,写的是自己儿子的名字,因为志豪不想让弟弟难过,自己主动放弃了,把机会留给了仁和, 但是让菜花一想不到的是,刘满氏早已看穿了菜花虚伪的外表,被看穿的菜花直接跪地求饶,承认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, 刘满氏暂时没有为难菜花,只是告诉菜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拿出母亲该有的诚意来对待之好,接着让菜花亲手把仁和的推荐信撕碎, 此时的菜花感觉撕的不是信,而是自己的心,是那么无比的痛,然而接下来一件事,让刘满氏再一次感受到菜花的可怕, 这天刘满氏和母亲一起坐着瑜伽,母亲无意间提到,菜花拉着自己去做检查的端效,然而现实狠狠打了她的脸, 当秘书把结果告诉刘满氏后,她不敢相信,自己那么聪明的母亲,怎么会得了老年痴呆症,刘满氏是个大孝子, 告诉秘书把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找来,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,必须要治好,然而当刘满氏故作镇定的, 侧面询问母亲是否健康,菜花脸不红心不跳地告诉她,母亲非常健康,记忆力也非常好,望着离开的菜花, 刘满氏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回到房里,刘满氏再也没有忍耐, 彻底揭开了菜花丑恶的嘴脸,夫妻两个人在房间里吵得火热的同时, 然而菜花还在为丈夫的是惊魂未定,她跑出房间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火海, 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她,在火海无情的肆虐下,大壮一直坚持到救援人赶来, 才放心昏死过去,然而最后被救出的大壮,在医院里硬撑了一口气, 只为见自己亲人最后一面,望着眼前的气儿,大壮是多么的不舍得离开他们, 但是大壮还是在气儿悲伤的泪水中,不舍得永远离开了他们, 一场火灾导致两人丧生,大壮是舍身救人,而刘满氏却被定为她杀导制的, 此时的菜花,没有因为丈夫的去世而难过,反而心中窃喜, 她要找回这十年在婆婆那里吃的苦头,她要把刘满氏和婆婆给她的羞辱, 全部加倍还回去,她还要把刘满氏所有的遗产都拿过来, 因为菜花把刘满氏最后的遗嘱撕碎了,只要人和醒来,那就是圣者为亡, 人和因为大壮拼命的保护,最后只有部分严重的烧伤, 但是人和现在恨透了菜花,因为人和不明白,母亲放着自己的亲儿子不救, 反而却拼命救一个外人,正在菜花要解释,为什么救了志豪的时候, 两位警察找到了她,对菜花产生怀疑,警察从刘满氏身上, 检测到脑部撞击痕迹,在死亡前有脑出血, 但是警方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,只能放菜花离开, 然而正当离开的菜花被自己的继母桂花叫住, 桂花一语道破,刘满氏就是菜花推倒后导致死亡的, 菜花吓得急忙让继母闭嘴,继母告诉她, 你就治好虽然是一场误会,但是这可以证明, 她不是杀人犯,所以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, 也包括人和,桂花可不想菜花就这样犯了糊涂, 她以后的幸福生活可都指望这个养女, 离开的菜花被管家告知因大火救人, 死在家里的大壮一家人要见自己,菜花置之不理, 直进坐车就走了,可坐在车里的菜花, 突然看见站在外面的男猪等人, 看见男猪穿着自己的衣服,也注意到了男猪手上的大钻戒, 她知道了,那些就是婆婆拿走自己的东西, 然后送给了他们,当警方再次找到菜花时, 面对警方提供的证据,她拒不承认, 然后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死去的大壮, 菜花告诉警方,自己的东西突然有一天不见了, 衣服还有钻戒都被人盗走了, 然而火灾现场大壮也在, 有可能就是她把自己丈夫打倒在地, 因为只有像大壮这样身强力壮的男人, 才能制服刘满氏, 结果警方在大壮家搜索出大量的物证, 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, 警方一口咬定, 这些东西都是大壮从菜花家偷来的, 准备再次作案时, 对刘满氏发现了, 然后发生冲突, 导致双方死亡, 男猪辩解到是奶奶送过来的, 可奶奶有老年痴呆症, 所以警方对男猪的辩解给予了无效, 男猪为了洗清大壮的罪名, 挺得大肚子找到菜花, 希望菜花能坦白真相, 男猪希望见到奶奶, 让奶奶出来说清楚这个事情, 可菜花怎么可能让男猪见到奶奶, 恶毒的菜花直接叫人, 嫁起身怀六甲的男猪就给扔到一边, 导致男猪因此流产, 车上的菜花对此没有一点怜悯之心, 红雨进眼中充满着杀气, 她决定以后, 一定要让菜花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, 菜花为了让儿子听话做手术, 对着儿子掏心窝子的发誓道, 妈妈眼里从此以后只有她, 剩下的日子只为她而活, 还要让她坐上她老爸会长的宝座, 妈妈再也不让她见到那个她痛恨的人, 菜花的一番肺腑之言, 终于是让儿子再次回到自己的怀抱, 也答应了做手术, 可有些事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实现的, 菜花打脸是如此之快, 人和第二天就见到了她痛恨的志豪, 而且菜花还告诉儿子, 志豪是自己带回来的, 一切都是为了她好, 原来菜花之前对人和的承诺, 本来的确是发自她的内心的, 但是证券在握地成为公司会长, 可让菜花没有想到的是, 刘满是留了一手, 崔律师告诉菜花, 刘满是还有一份遗嘱没有被毁, 遗嘱的内容是把公司八十的股份给治好, 菜花看到遗嘱也是懊恼不已, 她叫住正要离开的崔律师, 菜花要想成功坐上会长的位子, 必须要得到崔律师的帮助, 于是菜花请求崔律师帮助自己, 崔律师也是个有野心的人, 也不废话, 直接让菜花让出十五的股份, 和一个副会长的位置, 为了能达成目的, 菜花也就欣然地答应了, 会长竞选这天, 菜花妙语连珠地向各位理事演讲着, 保证自己当上会长能带大家奔向小康, 虽然崔律师拉拢了一些人, 可还是有些人对菜花的能力有所怀疑, 于是菜花拿出了, 有满事生前送给菜花的, 一架匠心独出的名画钢琴, 此琴一出, 水雨争风, 菜花向大家保证到, 会在最短的时间里, 破解这架钢琴高超的制作工艺, 为公司带来巨大的财富, 但是还是有人不服, 说菜花把公司最大的股东, 智豪给赶走了, 必须要让智豪到场, 才能进行选举仪式, 菜花当场无言以对, 因为智豪之前认为, 是自己所造成的这次火灾, 害死了爸爸, 也害了人和, 心中自责的智豪, 便一个人回到了当初贫苦的岛屿, 现在的菜花, 根本不可能把智豪找来, 崔律师奉劝菜花, 去把智豪接回来, 可菜花已经向儿子保证过, 再也不会见智豪, 这让菜花十分苦恼, 最后在崔律师的一番分析下, 菜花还是做出了决定, 只有把智豪接回来, 自己才能当上会长, 人和才能顺利地继承, 于是菜花只能无奈地接会智豪, 也就顺利地坐上了半个会长的位置, 而菜花此时心里发誓到, 以后这一切都是我儿子人和的, 然而, 做完手术的人和, 因为小手指已经坏死, 无法使用, 对人和的打击非常之大, 小手指不能用, 就代表钢琴无法正常弹奏, 正在人和伤心欲绝的时候, 智豪也来到这里看望他, 人和突然感觉手指能不能动, 已经不重要了, 重要的是五金, 说好的不会再见智豪, 说好的只爱他一个人的, 现在一切都是谎言, 人和直接当场不认菜花做母亲, 这啪啪打脸的节奏, 换做谁都接受不了, 人和跳下床就跑走了, 菜花是有苦说不出, 只能忍受儿子对自己的误解, 跑出了人和来到一处天台, 智豪也迅速尾随而来, 焦急姗姗来迟的菜花到来, 才保住了人和的小命, 转眼十四年过去, 智豪抱起后妈, 走到沙发前把她放下, 告诉她要给她一个惊喜, 在菜花期待的等待中, 她突然感觉到什么, 猛地起身向后看去, 菜花看到了库别十四年的儿子, 菜花这次希望人和回来后, 就不要走了, 让她留下来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, 但是人和觉得, 菜花现在没有资格, 对自己的人生说三到四, 菜花这次是铁了心的, 不让人和离开自己了, 于是她再次找到人和, 恳求人和留在自己身边, 可人和依然坚持离开, 她始终无法忘记母亲抛弃她, 背叛她的那一刻, 看着如此痛苦的人和, 菜花终于说出了, 当初那场火灾, 为什么救了智豪, 却没有救人和, 因为当初那个兔子睡衣, 是菜花送给人和的礼,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, 兔子睡衣被人和送给了智豪, 而菜花又不知道这件事, 所以菜花当初本意救的是人和, 而不是智豪, 折磨人和十四年的心病, 在这一刻, 终于说, 人和十四年来叫的第一声吧, 既然误会解开了, 菜花就开始让人和从智豪手里, 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, 母子俩十四年后, 再次双剑合璧, 然而南珠一家这边, 十四年来, 南珠从来没有放弃过为丈夫洗净冤屈, 她一直潜伏在奶奶身边, 做疗养院的护工, 而奶奶这天, 当南珠再次尝试让奶奶记起自己, 奶奶不知是故意装糊涂还是什么的, 立马闭眼称自己要睡觉, 奶奶说出了多美的名字, 那肯定是想起了什么, 正在奶奶突然想起了什么, 要说出来的时候, 南珠突然听到有人马上要进来了, 洪雨进知道, 肯定有人知道什么, 而且还在暗中帮助自己, 于是把奶奶转移到别的疗养院, 菜花可不想栽在这个女人手里, 但是她也没放过南珠, 把南珠送进了警局, 最后在女儿多美和儿子洪雨进, 付出一定的代价后, 才把南珠从里面保释了出来, 这天至好因为骑自行车没注意前方, 与相向行驶的多美撞在了一起, 两人离开时都骑错了对方的自行车, 导致与此同时的菜花, 已经开始为儿子仁和铺路了, 她找到何教授, 想让何教授收了仁和做弟子, 提高仁和的知名度, 豪宇治豪争夺公司, 但是会长, 又是最大的赞助商, 何教授还是给了菜花一个面子, 答应与仁和一起吃个饭晚上, 仁和与何教授, 终于是坐在了一起, 仁和极力地表现给自己, 希望能够得到这位大佬的赏识, 就在仁和准备尽显神通时, 一边突然想起了钢琴的弹奏, 何教授当即惊讶无比, 扭头看去, 原来是多美, 此时的多美弹奏的, 正是志豪弄丢的乐谱, 何教授找来多美询问, 这乐谱从何而来, 多美也没有骗教授, 说是捡来的, 教授立马从多美手中拿过乐谱一看, 脸色突变, 立即告别人和, 急忙就走了, 多美此时还不知道, 自己给志豪闯下了多大的火, 让仁和代替志豪出演, 志豪对教授残忍的决定痛彻心扉, 他祈求教授再给一次机会, 可教授根本不予理会, 仁和也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之快, 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, 开心极了, 然而菜花这边, 一直没有向李诗会实现承诺, 那架名画钢琴到现在还没有开发成功, 资金却用了几千亿, 李诗会觉得, 还是让菜花回去做家庭主妇的好, 让公司真正的主人柳志豪来经营公司, 才可靠点, 这把菜花气得不轻, 自己14年来一直为公司奉献了这么多, 现在却以这样的方式在背后插刀, 这时吴秘书献上一记, 也许危机就是机会, 要想不被吃, 就只能先把对方吃掉, 那就必须要快速从志豪手中夺回股份, 要是让他反应过来就晚了, 菜花这时也是豁然开朗, 自己不能再手晚了, 然而, 志豪不想就这样放弃音乐会的演出, 因为他答应过一群, 怀有钢琴梦想的贫穷孩子们, 他不想让那些孩子们, 到时没见到自己而失望, 所以志豪不管怎么样都要参加, 可是志豪因为上次与多美碰撞, 摔倒时不小心弄伤了手指, 医生建议, 暂时不要再使用手指弹钢琴, 不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, 甚至永远也无法弹钢琴了, 但是志豪还是坚持心中的决定, 菜花一百个脑袋也想不明白, 志豪到底算个什么, 竟然可以掌控如此之大的音乐会的脉象, 画面一转, 音乐会如期开幕, 何教授发表演讲时, 告诉万千大众, 这场盛大的音乐会, 将是他继承人, 向大家展示实力的重要演奏, 他将挑选优秀的人才, 将钢琴的才华永远流传下去, 听到这些的人和, 自然而然地觉得, 何教授说的那个人就是自己, 挑衅地看着志豪, 志豪也毫不示弱, 接下来人和登上舞台, 他感受了一下被人瞩目的感觉, 然后开始了弹奏自己创作的钢琴曲, 在大佬和教授的亲自指挥下, 人和的演奏圆满结束, 然而到志豪上台后, 观众台上的小朋友, 呐喊着为志豪加油, 可志豪看着寥寥无几的几个伴奏, 还是坐在了钢琴前, 开始了为梦想的演奏, 就在受伤的手发力时, 剧烈的疼痛让他撕牙裂嘴, 无法进行弹奏, 人和看着这一幕, 心中高兴坏了,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, 自己把志豪踩在脚下的那一刻, 然而实在无法进行的志豪, 只能痛心地转身离去, 然而观众席上的小朋友泪如雨下, 为离去的老师而难过, 菜花这时心中暗暗窃喜, 他慢慢没有想到, 瞌睡遇到枕头了,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, 这下, 菜花便可以借志豪的这次演奏失败, 在理事会做一篇好文章了, 菜花假装要替志豪担下一切责任, 于是慷慨解囊, 自掏腰包弥补了这次的损失, 这一操作以下笼络了理事会的人心, 之前说要让志豪出来进公司的人, 现在都觉得还是菜花比较可靠, 志豪还是太轻浮了, 所以菜花也暂时守住了会长的位置, 而且因为人和出色的表现, 为富盛集团挽回了几分面子, 所以人和在母亲菜花的推荐下, 于是精神抖擞地在理事会保证, 自己以后会不屑于力为集团多付出, 多为集团争面子, 这母子俩的双簧唱得好, 直接征服了整个理事会, 回家的母子俩, 高兴地为这次志豪的失败, 自己的成功而庆祝着, 突然发现, 躺在沙发上颓废的志豪, 菜花当然就是一顿假观心, 而志豪则真心地向后妈道歉道, 因为志豪觉得自己的过失, 会让菜花在公司难堪, 所以想安慰一下后妈, 可志豪不知道, 自己的失误却成就了他们俩, 在志豪准备离开时, 还真心地鼓励弟弟仁和, 要他继续加倍努力, 而在仁和看来, 志豪的这种行为, 就是在恶心自己, 仁和不觉得自己比志豪差多少, 就在这时, 志豪突然接到了和教授打来的电话, 让他马上过来见自己, 志豪欣喜若狂地急忙告别菜花, 母子俩就去见教授了, 留下一脸疑惑的母子俩面面相去, 心中不免有了不好的预感, 原来之前教授的女儿何小绿, 无意间发现了志豪的手受伤, 现在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, 而且还说道, 志豪之所以那么固执地, 非要上台演奏, 都是为了那些没钱学钢琴, 免费教学的那些孩子们, 教授听了后心底的触动很大, 而且再加上多美亲自找到教授, 解释了当初与志豪的遭遇, 因此使志豪受了伤, 而自己又拿错了他的乐谱, 教授这下总算是知道了真相, 其实教授在心里, 早就把志豪看作自己的接班人了, 碍于这次的是影响太大, 教授不得不给点颜色志豪看看, 知道真相后, 教授立马原谅了志豪, 志豪一下子散去了, 积压在心中多日来的阴霾, 像个小孩一样, 开心地笑了起来, 与此同时的男猪这边, 为了丈夫的清白, 依然坚持着寻找证据, 男猪偷偷地再次, 找到之前照顾奶奶的护工, 打听奶奶现在具体在哪个疗养院, 得到消息的她立马找了去, 为了丈夫的清白, 她是一刻也不愿意停留, 然而当男猪再次找到奶奶时, 不料被眼前的一幕惊吓地大叫起来, 她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 男猪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这样做, 晚上男猪从噩梦中惊醒过来, 她忘不了白天看到的一幕, 她非常的自责, 认为是自己让奶奶难过而想不开, 做出了傻事, 她多么希望奶奶活着, 如果可以她不会再去找奶奶了, 这天多美像往常一样去打零工, 却被店长直接开除了,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多美不知所措, 回到店里的店长, 不忍心地对男猪说道, 这样狠心地对待多美, 太残忍了, 原来, 男猪无意间看到了女儿多美的存折, 发现多美为了上大学, 而积攒下来的钱被取出来了, 男猪一猜就知道了, 多美是为了把自己从警局保释出来, 而放弃了自己上大学的梦想, 使得男猪心里非常的不好过, 于是就找到多美工作的地方, 使出了这招苦情戏, 希望多美没了工作后能认真上学, 而因为多美的离开, 男猪只好顶替了多美的工作, 他又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信封, 是当初洪雨静意外收到, 奶奶赠送钢琴时的快递单, 男猪责怪儿子洪雨静,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不早点拿出来, 洪雨静告诉妈妈, 凭这点东西还无法证明爸爸的清白, 先不要轻举妄动, 可男猪嘴上是答应儿子, 心里早就等不及了, 以为奶奶走了后就没有了线索, 现在突然又蹦出来这么有用的证据, 男猪迫不及待地打通了警局的电话, 准备要求翻14年前的案子, 然后私自就把这个快递单, 交给了一个自说警员的男人, 然而男猪却一直没有等到警方的消息, 于是打电话询问结果被告知, 没有当初那个见自己的警员, 这才突然明白自己被骗了, 与此同时的蔡花从何晓律口中得知, 教授要正式宣布置豪为自己的继承人, 蔡花可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, 他决定要给志豪来个王炸, 晚上蔡花告诉吴秘书, 明天一早就把志豪的王炸给他, 看来蔡花的阴谋已经开始了, 为了超过自己的老师, 他必须要翻过这座大山, 蔡花让人和什么都不要管, 好好享受成果就可以了, 志豪这边和教授逼问着他, 到底是不是志豪透露的乐谱, 志豪极力地为自己辩解着, 没想这时还来了一个目击证人, 不如去看一下监控进出人员, 不就可以知道结果了, 然而在监控的那段时间里, 只有志豪一个人进出过教授的办公室, 最后当着志豪的面, 让崔律师马上去调查,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, 还使得志豪身败名裂, 还被大学开除了, 志豪当然不愿就这样被人陷害, 他突然想起当天去找教授的路上, 和一个快递员碰撞在一起, 然而监控中却没有出现这位快递员的身影, 监控肯定被人动了手脚, 蔡花听到后心跳突然慢了半拍, 强作镇定地假装为志豪抱不平, 通过回忆当初快递员拨的按键声音, 最终还原了那个号码, 让吴秘书也不要跟着自己, 然而吴秘书告诉蔡花, 那位快递员想要求与他见面, 才肯交换原始录像, 蔡花觉得那快递员脑袋有病, 这个时候见面, 要是把事情搞砸了, 那就前功尽弃, 白忙活了, 让吴秘书自己看着办, 然而志豪这边知道了是吴秘书的号码, 于是立马找到了他, 但是志豪没有因为号码是吴秘书的, 就直接上来询问, 就凭一个电话号码, 志豪还不敢确定事情的真相, 只是侧边性试探的询问吴秘书, 一直在蔡花身边形影不离的人, 怎么现在却一个人处理家务事, 有点不像吴秘书的风格, 此时的吴秘书支支吾吾, 也没说过什么出来, 只能吾生胜有生, 就在志豪离开时, 一个女佣提着两亿现金, 交到了吴秘书手里, 急忙冲了进去, 经过一番寻找后, 志豪突然看见了两双熟悉的鞋, 而且旁边就是快递员的鞋, 志豪平住呼吸, 慢慢地拉开了门, 让志豪震惊的是, 蔡花赫然出现在自己眼前, 还有自己的恩师教授, 而此时的快递员, 却从后门逃之夭夭了, 然而蔡花看到志豪进来后, 开始了自己的表演, 故意哀求教授放过志豪, 收回对志豪的起诉, 蔡花把这个节奏拿捏得死死的, 只给志豪该看见的东西, 此时的教授看见志豪来了, 对志豪本来就一肚子气得他, 气愤地对蔡花丢下一句话就离开了, 而这时的蔡花, 才露出一副很意外的表情, 志豪怎么来到了这里, 这时的志豪, 突然想起了门口快递员的摩托车, 可是等志豪急忙出来后, 早就没见了踪影, 吴秘书这时也跟了出来, 志豪质问吴秘书, 为何会跟偷取岳谱的快递员通话, 然而吴秘书却告诉他, 是快递员打来对他母亲的勒索电话, 还告诉志豪, 他母亲为了他的是东奔西走, 要是知道他在这里怀疑他, 母亲该有多伤心, 志豪也就没有再追问了, 当志豪再次返回见蔡花时, 发现刚才看到的快递员的邪, 现在已经不在了, 他也是不明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, 回到家的志豪依然与心未处, 种种迹象表明, 这是跟蔡花有一定的关系, 于是, 志豪找到了那个快递员工作的地方, 在一番等待后, 一个稍微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视野里, 从那双鞋上, 确定了眼前就是自己要找的人, 跟随那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, 志豪叫住了那人, 快递员一眼认出了志豪, 知道不尿, 撒腿就跑, 却被志豪一把琴拿住了, 然而在志豪的一番逼问下, 快递员告诉他, 这背后的指示人就是何教授, 是何教授自编自导的, 而且还告诉他, 自己向蔡花打电话勒索的事, 夸赞蔡花对志豪太好了, 谁要是伤害他, 他母亲不管是谁, 都要让他付出代价, 说完这些的快递员, 开心地就去领报酬了, 原来, 这一切都是, 事先蔡花给安排好的台词, 而志豪得到快递员的说法后, 万念俱灰的志豪, 对何教授失望至极, 极其气愤地找到他, 问他为何要把自己置之于死地, 亏自己曾经那么尊敬和爱戴教授, 以后他们就是陌生人了, 听到这些的何教授也是莫名其妙, 暴跳如雷地骂志豪这个忘恩负义的人, 志豪回到家后, 见到蔡花直接给跪下了, 祈求蔡花的原谅, 说自己不应该怀疑母亲, 都是何教授搞得鬼, 还向蔡花保证以后都听妈妈的, 这下蔡花略是手段, 就把志豪一下子给征服了, 不得不佩服蔡花, 摆阴谋完的炉火纯青, 这个女人叫李东义, 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和蔡花联系, 然而这时的蔡花, 正在和人和在餐厅吃拉面, 为志豪的惨状而高兴着, 等酒足饭保离开后, 蔡花的手机遗落在了餐厅, 正好被在这里工作的男猪捡到了, 男猪拿到仇人的电话后, 没有及时还回去, 而是翻看了蔡花的手机, 也正在这时, 李东义给蔡花发来了一条短信, 也被男猪看见了, 这条信息的内容让男猪激动万分, 因为李东义在短信里说道, 他目睹了14年前火灾当晚, 会长书房的一切, 让蔡花到约定的地方见面戏谈, 男猪知道有目击者, 终于有办法洗脱丈夫的罪名了, 他立马前往手机说的地址, 去找李东义, 与此同时的李东义, 已经在等候蔡花了, 不料这时崔律师突然出现, 看见崔律师的李东义, 露出了惊恐的面容, 正准备逃走时, 被崔律师一把抓住, 直接给拉到外面的小巷子里, 而这一幕, 正好被刚到的男猪看见了, 于是就躲在一边偷听起来, 原来李东义是那晚灾难的唯一目击者, 但是也是火灾造成的其中者之一, 当初李东义还在蔡花家做仆人的时候, 出事那晚没有外出, 目睹了蔡花杀害流满式的过程, 惊吓之余, 不小心撞到了桌上的蛋糕, 最终引发了火灾, 这所有的对话男猪全部听见了, 也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取脉, 李东义本来还想狡辩的, 不料崔律师直接拿出了, 当年李东义事发的证据, 最终崔律师和李东义达成一致, 联手起来, 准备唱双簧, 狠狠地敲蔡花一笔, 当蔡花知道了, 李东义居然是当年的目击者, 为了堵住她的嘴, 在李东义和崔律师一唱一喝的情况下, 蔡花最终只能肉疼地, 让出价值几百的酒楼给李东义, 终于看见蔡花被人算计了一次, 大快人心,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 蔡花只想着怎么去抢走志豪的一切, 却有人在等蔡花成功后夺走她的成果, 崔律师一直握心肠胆隐忍着, 她手里留有当初蔡花行胸后, 扔掉染血的衣服, 还有李东义当初的电话录音, 崔律师要等时机成熟时, 给蔡花致命一击, 抢走她的一切, 看来蔡花是遇到对手了, 而此时的志豪, 开始怀疑崔律师, 认为在公司里, 只有崔律师才会在背后因自己, 于是,身为最大股东的志豪, 否决了崔律师即将担任的基金经理一职, 然后告诉他们, 自己要到别的学校当教授, 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, 等志豪离开后, 崔律师立刻让蔡花通知个大报社, 准备为志豪刚才说的决定报道出去, 重重地打击她, 说志豪为了聪明而背叛恩师, 跑到敌对同行那里任教, 蔡花也刚好可以利用这个事件的报道, 来提升儿子任何心崛起作曲家的声望, 然而让蔡花他们意想不到的是, 这一切都是志豪故意设下的圈套, 果不其然, 第二天, 各大媒体头条上都是志豪的消息, 每一篇报道都在说志豪忘恩负义, 说志豪背叛师父, 追求金钱名誉, 到师父敌对的学校做教授, 在场的除了外婆桂花, 真心地为为志豪抱不平, 其他人都在那里装目作养的, 为志豪生气, 骂那些报社胡编乱造, 此时的志豪还没有怀疑蔡花, 只认定是崔律师所, 为然而画面一转, 崔律师正在问蔡花, 自己基金经理什么时候上任时, 志豪突然出现, 再次拒绝了崔律师任职一事, 崔律师屡次被志豪阻拦, 此时脾气也上来了, 问他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任职, 然后志豪告诉崔律师, 他诬陷自己的声誉, 当初告诉他的消息都是假的, 就是为了试探他的一个骗局, 听到这里, 崔律师和蔡花这才明白, 竟然被志豪给耍了, 志豪来之前已经报了警, 很快执法人员赶到了这里, 五花大榜的就把崔律师带走了, 崔律师被带走后, 蔡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 因为报社为了摆脱罪名, 都指出了是崔律师举报的, 蔡花知道崔律师绝不会自己背黑锅, 他一定会供出是自己指使的, 蔡花得想办法救出崔律师, 才能保住自己, 然而, 此时的志豪已经召开了澄清记者大会, 还把另一所学校的张教授叫来做证人, 志豪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,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, 到张教授那边去任职, 是有人恶意诋毁自己, 才胡编乱造的, 这是志豪让张教授为自己证明, 但是让志豪没有想到的是, 张教授却当场反水了, 说志豪曾求自己接纳他, 说完这些的张教授, 急忙就离开了, 不敢相信这一切的志豪, 也急忙去追张教授, 想问清楚, 怎么就睁个眼睛说瞎话, 当志豪追出来时, 看到张教授已经进入电梯, 而且看到了菜花也在, 此时的志豪突然明白了什么, 但是又不敢相信, 原来张教授反水, 是收到了菜花的大礼, 想要救出崔律师, 就必须让, 志豪坐实要跳槽的事实, 于是就直接收买了张教授, 志豪再次被菜花完败, 然而, 志豪对张教授的反水, 必须要弄清楚, 于是外婆桂花, 为志豪准备了一些加料的烧饼, 让其带过去登门拜访, 没想东西是收了, 人却没进去, 而此时的张教授家里, 崔律师检查着志豪送来的烧饼, 发现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, 于是放心的就走了, 但是张教授, 却发现了一枚价值不菲的大钻戒, 原来, 桂花把菜花的钻戒, 偷偷放进去了一个, 为了就是帮助志豪, 然而菜花为防止张教授再次反水, 连夜把他给弄出国了, 当志豪再次得到张教授的消息时, 已经出国了, 张教授却送给了志豪一份礼物, 开始以为是张教授对上次的回礼, 可当志豪回到房里, 收到张教授的短信后, 觉得另有蹊跷, 不出意料, 志豪从中找到了一个录音机, 里面是菜花贿赂张教授的录音, 于是他立马改变了自己的发型, 召开了紧急股东大会, 就在志豪要当众播放录音时, 得知消息的蔡花突然破门而入, 大声地阻止继子播放手里的录音机, 但是志豪不为所动, 依然选择了按下播放键, 播放的内容是崔律师收买张教授, 诬陷志豪的对话, 这一下全部股东都震惊不已, 志豪直接逼问崔律师, 为何要如此害自己, 见事情败露的崔律师想要自保, 就只能供出幕后主使人菜花, 听到崔律师想要供出自己的, 菜花已经害怕到了极点, 要是这个理事会上把他供了出来, 那菜花的会长位置和拥有的一切, 都将会灰飞烟灭, 就在崔律师要说出, 谁是幕后主使人的时候, 菜花情急之下灵机一动, 忽然倒地晕了过去, 就这样, 菜花化解了这次天大的危机, 画面一转, 菜花闭着双眼躺在床上, 一副即将入途的模样, 等所有人离开后, 菜花这才睁开双眼松了口气, 这时的志豪听取了最后一段录音, 内容是, 菜花陷害志豪的对话, 志豪也终于知道了, 崔律师背后的人就是自己计母了, 他心痛得难以相信, 这时的菜花来到志豪这里, 既然志豪已经知道了, 菜花也没有隐瞒, 承认了一切都是自己所做, 也包括偷取何教授和乐谱的事, 志豪不明白, 菜花为何要如此地伤害自己, 而菜花也告诉, 他说自己都是为了人和, 志豪是一个天才钢琴家, 又是富盛集团最大股东, 他什么都有, 而人和呢, 14年来因为要治疗烧伤, 人和失去了一切, 作为人和的妈妈, 难道不想自己的儿子过得好点, 自己只想帮助自己的儿子, 难道有错吗? 志豪对菜花14年来的感情欺骗, 彻底伤心, 然而菜花却告诉他, 他14年来对志豪的母爱都是真的, 此时志豪, 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爆发的情绪, 想到继母一边假, 心心地安慰帮助自己, 一边却把自己害到与恩师兵任相见, 就算继母有苦衷, 但是志豪依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, 可没办法, 菜花是为了人和才这样做的, 而志豪也曾经答应过父亲, 会好好照顾人和, 不会让他难过, 志豪最终虽然不会轻易原谅菜花, 但还是选择, 在澄清自己的集团发布会上, 原谅了菜花等人的错误,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样平息, 而且来得更猛烈, 作为何教授继承人的人和, 因为手指又开始疼痛, 没法亲自录制, 世界和平音乐会的钢琴曲, 而仁和为了不想失去接班人的位子, 于是花钱请人替他弹琴, 却被何教授发现, 何教授不允许, 有这种偷奸耍滑的继承人, 直接取消了仁和的资格, 不管仁和如何跪地求教授原谅自己, 也是无济于事, 之后菜花带着儿子, 祈求教授原谅仁和这次的错误, 而此时的教授已经知道了, 志豪之前的事都是被崔律师所害, 也把志豪给叫来了, 于是教授也就给了仁和一次机会, 就是让志豪和仁和比一场, 谁胜出谁就是继承人, 此时的菜花还想挣扎一下, 直接被何教授驳了回去, 菜花只能乖乖地闭上嘴, 但是志豪却告诉何教授, 自己现在只想投入到集团事业, 不想参与比赛了, 说白了, 志豪就是觉得亏欠仁和, 想主动退出给仁和让路, 教授丢下一句, 我会等着你再来找我的, 就离开了, 而回到家的志豪被仁和找到, 仁和气愤地责问志豪, 为什么他就不能让一步, 非要跟自己抢, 志豪也明确地告诉仁和, 自己不会参加比赛, 因为自己不想让他和妈妈伤心, 但是让志豪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, 自己马上推翻了自己的决定, 这天准备外出的志豪, 外婆说天气转冷了, 送来了一套运动装, 而这件运动装却是菜花买给仁和的, 被桂花拿给了志豪, 而志豪穿上就准备外出, 下楼时, 不小心撞倒了一个花盆, 而摔倒在地, 而此时, 菜花正好看见了这一幕, 以为是自己的儿子仁和, 于是焦急地上前, 边关心边喊着仁和的名字, 而就因为这一幕, 让志豪突然想起, 14年前, 菜花救自己的场面, 当时自己不也是穿着仁和送的睡衣吗? 这一下子, 让志豪明白过来, 当初菜花把自己当作仁和给救了出来, 明白这一切的志豪, 对菜花和仁和14年的愧疚, 觉得都是白费, 于是马上改变了自己的想法, 菜花这边, 仁和正在与教授说, 哥哥志豪, 真的已经放弃了比赛, 正在教授诧异之时, 不料志豪此时突然出现, 而何教授, 为谁到底能最终成为继承人, 给出了两个任务, 胜出者就是那个继承人, 从教授这里出来后, 志豪默默地看着离开的母子俩, 心中有太多的疑问, 志豪要通过这次的竞赛, 来解答心中的疑惑, 这天和教授寄来了, 比赛用的乐谱, 仁和不光拿了自己的, 还把志豪的也拿走了, 而仁和的目的就是, 换掉志豪的乐谱, 保证自己百分百的获胜, 做完这些的人和, 还给自己安慰了一下, 当志豪看到乐谱后, 也没发现什么, 这时的人和, 还来故意挑衅志豪, 为了就是让志豪拼命地练习错的乐谱, 把时间浪费掉, 然而志豪也接受了仁和的这种挑衅, 于是兄弟俩开始了疯狂的练习, 乐谱中不同的是仁和练的是对的, 还有母亲细心陪伴和指导, 而志豪虽然练习的是错误的乐谱, 但是他有心爱的多美陪伴着, 也是快乐至极, 而菜花, 为了不让志豪有太多的时间去练习, 偷偷让志豪增加加班时间, 但是显然没有难住志豪, 有多美的陪伴, 志豪再累也会去练习, 当同样喜欢多美的人和, 知道了多美成天陪着志豪, 醋意大发的他在房里乱砸一通, 就在比赛的当天早上, 仁和悄悄地再次把原来的乐谱, 重新还了回去, 出来时正好被志豪看见了, 志豪虽然感到莫名其妙, 但是也没有多想, 很快比赛马上就开始了, 教授说出了志豪要演奏的曲目, 由志豪先开始, 这时的志豪才发现, 自己要比赛的曲子不是平时练习的, 在想起早上, 仁和从自己房里出来的那一幕, 志豪也终于明白, 自己的乐谱被仁和调过包, 没办法肩在弦上, 志豪只能硬着头皮上, 结果很明显, 志豪弹得很生硬, 而仁和却是行云流水, 最终仁和获得了胜利, 来到第二局, 评委多了五个普通人, 两个人接下来的任务, 就是弹奏一首能够打动这五人的曲子, 就能获胜, 仁和选择了一首悲伤的曲子演奏, 这时多美突然来到了现场, 为志豪加油, 这一下让仁和更加悲伤, 而到了志豪, 他选择了一首欢快的爱情曲子, 没想, 不光让多美开心地笑起来, 更是让五个普通评委赞不绝口, 最终这局, 志豪获胜, 一, 一评, 那接下来的一局, 就是定胜局了,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, 教授却让蔡花做最后的评委, 仁和听到后认为, 这就是在送分啊, 教授让蔡花作为评委, 谁能弹奏出让母亲感动的音乐, 谁就获得胜利, 本来以为胜券在握的人和, 没想志豪故意在弹奏的时候, 模仿了仁和弹奏技巧, 让背对着他们的蔡花, 误以为志豪就是仁和, 结果蔡花真就上当了, 选择了志豪成为了胜利者, 仁和再次对母亲失望透顶, 不管蔡花如何解释, 如何说志豪怎么会玩这种把戏, 仁和还是不能释怀, 依然责怪蔡花14年前的他, 认错了自己, 最后毁了自己, 现在他还是认错了, 百感无奈的蔡花, 只能将仇恨转移到志豪身上, 他绝不会让志豪过太平的日子, 而此时的志豪也从现代开始, 也绝不会再被蔡花任意玩耍, 仁和因为母亲失误, 导致失去了继承人的位置, 不光痛惜这个位置, 更痛恨母亲, 连自己亲儿子都没认出来, 仁和无法接受现实, 也不愿再相信蔡花了, 蔡花极度愤恨地握紧拳头, 第二让志豪痛不欲生, 志豪最终成为了教授继承人, 并没有太多的喜悦, 教授把毕生精髓笔迹传给了志豪, 还让志豪准备参加作曲家大会, 可志豪只告诉教授会考虑的, 然而志豪不想让仁和更加痛苦, 还是选择放弃了参加作曲大会, 却不料被仁和意外发现了, 本来一直仇恨志豪的他, 想起母亲的教唆, 决定要给志豪一记重拳, 于是仁和来到游局前, 找了一个流浪汉, 帮志豪投递了参赛曲子, 而那个曲子是仁和自己的, 显然这个方法很成功, 直接让志豪陷入了抄袭风波, 因为这件事的严重性, 很有可能使志豪从此不能弹钢琴了, 然而仁和直接答复他, 自己就是希望看到这个结果, 志豪气愤给了仁和一拳, 来发现此时心中的情绪, 殊不知志豪再次掉进仁和的圈套, 仁和拿着志豪打人的证据, 胡乱编造一通, 然后威胁多美, 让其上台弹奏自己获奖的钢琴曲, 不然就会把志豪打人的消息报道出去, 再次损害志豪的名誉, 可多美经过深思熟虑后没有答应仁和, 多美觉得自己如果答应了, 他会对心爱的志豪造成很大的伤害, 告诉仁和自己相信志豪, 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, 而他们的对话正好被志豪听见了, 敢拿他来威胁他的爱人, 志豪再次发飙, 蔡花这边也开始了大动作, 因为答应理事会六个月, 制作出名画钢琴的他, 时间马上就要到期, 可一直没有动静, 他的会长位置岌岌可危, 于是他又准备拿志豪做文章了, 而蔡花在借这件事情去要挟志豪, 要是不同意自己的要求, 就把能让志豪身败名列的是报道出去, 让志豪接下这个烂摊子, 志豪当然不愿意, 要是自己也做不出来, 那在集团的位置也将不复存在, 画面一转, 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, 要决定蔡花会长一直的去留, 在利益危机的情况下, 各理事会成员都赞成换下蔡花, 蔡花见识不妙, 是以志豪阻止这个决定, 但是志豪不为所动, 然而蔡花也没红, 早就想好了计策, 蔡花抓着和理事会约定的, 任期时间没到为由, 以会长的权利, 把制作名画钢琴的任务交给了任何, 接替志豪在集团的本考虑, 为了保住自己本部长的职位, 为了能实现父亲的愿望, 志豪只能说出了自己的规划, 就是要把名画钢琴分解, 才能尽快制作出来名画钢琴, 然而蔡花再次蹬鼻子上脸, 让志豪如果失败了, 就得让出本部长的职位, 而且还要志豪加上集团所有的股份, 志豪也没办法, 只能同意才能分解名画钢琴, 这蔡花太狠了, 硬是把逆风局打成顺风局, 还连吃带拿的, 更狠的还在后面, 蔡花跟崔律师已经计划好, 不管志豪有没有制作出名画钢琴, 都得让志豪死无葬身之地, 于是志豪立刻组织技术人员, 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分解工作, 而此时的人和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, 让他赶到一家医院见面, 急忙赶到的人和, 从一未将死的老人手里, 拿到一把钥匙, 老人告诉他这是刘满市主人, 单独给他的, 人和拿着钥匙打开了只属于他的仓库, 满屋子堆满了制作钢琴的上等木材, 榆云山, 人和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了, 父亲是爱自己的, 他责怪父亲生前为什么不说爱自己, 假装不喜欢自己, 心里却还是为自己着想, 让自己一直痛恨父亲, 直到现在, 让自己成了一个坏孩子, 这时的人和才深深地明白, 自己错怪父亲了, 与此同时, 志豪的钢琴也拆解完成, 也确定了钢琴重要部位, 就是用榆云山制作的, 意外的是, 志豪也在钢琴的隐藏之处, 找到了一把钥匙, 他不动声色地拿好钥匙, 来到房里思索起来, 但是志豪始终不明白, 这个钥匙的用处, 只能暂时放着, 可是名画钢琴拆解后, 却无法再次组装, 志豪瞬间陷入绝境, 蔡花直接让志豪承担责任, 把承诺的全部股份交出来, 然后离开公司, 可志豪不想就这样放弃, 名画钢琴的制作, 向蔡花再次承诺, 这时人和突然出现, 现在的人和, 拥有了制作名画钢琴的材料, 底气十足地告诉志豪, 只要自己先做出名画钢琴, 他就得交出集团主人的位置, 志豪也无话可说了, 蔡花跟着人和来到房里, 开始还在担心, 人和是否能制作出来钢琴, 而人和把父亲留给自己的榆林云山, 告诉蔡花后, 蔡花激动地拉起人和的手, 告诉他终于可以做出名画钢琴了, 因为蔡花, 马上就可以拿到钢琴的制作日志了, 两者合一, 名画钢琴只可待了, 而人和却冷漠地推开母亲的手, 心中对母亲的多次的失误, 依然无法释怀, 人和告诉母亲, 自己还需要时间来理解妈妈, 搞得蔡花落魄不已, 画面一转, 蔡花为了人和, 能够快速了解名画钢琴的结构, 把志豪分解时拍下来的资料给到了他, 人和拿过资料翻看着, 突然他发现了一张照片里, 志豪手里拿着一把钥匙, 这让他惊异不已, 他拿出手里的钥匙对比后, 发现不是一样的钥匙, 人和猜测, 这可能也是一把, 装有名画钢琴秘密的钥匙,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, 正在拿着钥匙思考的志豪, 被突然来到房间的人和给看到了, 心里的小算盘, 已经啪啪打起来了, 这天蔡花从洪宇静手中, 得到了另一本钢琴制作日志, 代价是, 蔡花必须同意, 与洪宇静的公司签下一份合同, 内容是一起开发项目的, 责任由蔡花集团承担, 蔡花为了能获得制作日志, 也就答应了, 殊不知, 这也是洪宇静未付报仇的开始, 之后, 人和把志豪得到另一把钥匙的事, 告诉了蔡花, 他们也大致猜到, 那可能就是, 存放另一本制作日志的钥匙, 只有两把钥匙一起使用, 才可以制作出名画钢琴来, 然而, 被胜负欲蒙蔽双眼的人和却没想到, 父亲这样良苦用心是为了什么, 就是让兄弟俩齐心协力, 互相牵制, 一起做出名画钢琴, 但是人和看到的是, 互相陷害, 阴险狡诈, 然而蔡花为了防止志豪, 找到制作日志, 偷偷潜入志豪房中寻找, 没想制作日志没找到, 却找到了刘满世的遗言, 竟然是让志豪提防妈妈, 不要相信她, 无比气愤的她, 在此时, 也彻底撕下自己的伪装, 终于把憋在心里25年的话, 给说了出来, 蔡花在这世界上最恨两个人, 其中一个是她爸爸, 另一个是她妈妈, 不管自己怎么拼命努力, 永远都追不上她妈妈的天赋, 而自己经受过的失败感, 她为什么又要让人和承受, 再次感受一次, 她要阻止志豪完成她父亲的遗愿, 她要让志豪一无所有, 志豪这次算是真正看清楚了, 蔡花的面目, 这使得志豪更加伤心, 而离开的蔡花被继母桂花叫住, 桂花提到了蔡花前任的男友, 争吵一番后, 桂花又说出了, 蔡花与前任之间的孩子还活着, 蔡花恳求继母告诉自己, 孩子在哪里, 桂花就是不说, 这下让蔡花发疯起来, 她宁愿自己不知道, 但为什么要告诉自己, 蔡花只能强行镇定下来, 就当那孩子已经死了, 画面一转, 伤心不已的志豪, 在多美的呵护安慰下, 重新焕发, 致力于名画钢琴的制作研究, 可有那么容易吗? 这天志豪接到奶奶不见的消息, 护工告诉志豪, 奶奶早上一直吵着, 要到跟孙子一起去过的地方, 志豪急忙到和奶奶经常去的地方寻找,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人和的圈套, 因为只有奶奶知道, 另一本制作日志在哪里, 所以, 人和买通疗养院的护工, 故意说奶奶不见了, 然后偷取了志豪的钥匙, 果不其然, 人和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了钥匙的用处, 在一家银行里, 找到了那本留给志豪的制作日志, 而人和回家后, 马上销毁了这本制作日志车, 底断掉了志豪的路, 最后人和在音俱全的情况下, 终于制作出了名画钢琴, 刚才花弹奏出举世无双的琴音后, 志豪呆了, 他不敢相信有这么完美的声音, 志豪因为和人和的比拼中输了, 信守承诺地把整个富盛集团给了人和, 最终没能完成父亲的遗嘱, 所以带着复杂的心情, 与多美邂逅了一夜, 还许下承诺今生永远不分手, 不料第二天志豪就被多美的哥哥找到, 要求志豪离开多美与其分手, 志豪一脸猛逼, 当然不愿意了, 昨晚还发过誓永远不分手, 这才过了多久, 志豪需要洪雨静的一个理由, 于是洪雨静把14年前, 自己父亲为了救人, 死在了志豪家中, 最后被蔡花栽赃陷害, 成入是盗窃杀人的凶手, 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志豪, 而志豪不明白蔡花为什么要这样做, 不怎么相信洪雨静, 但洪雨静也告诉了他原因, 因为杀害他爸爸的人就是他母亲, 为了洗脱罪名而栽赃陷害嫁祸给好人, 志豪也没想到, 这么狗血的事给自己遇到了, 于是志豪开始秘密调查此事, 他在网上查找到了富盛集团, 14年前的历史, 上面记载了当时的一些事情, 有撕破的遗嘱, 刘满是死前有过脑震荡, 引起的脑出血, 电话线被故意斩断, 最后还写道嫌疑人是蔡花, 志豪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, 他立马跟当时办这件案子的警局, 打去电话, 仔细了解14年前火灾当时的情况, 之后志豪找到蔡花, 直接询问那年火灾的事, 说当初杀害爸爸的那个人, 听说是被冤枉的, 蔡花一下就慌了, 让志豪以后不要说这些吃里爬外的话, 不站在自己爸爸这边, 却为一个小偷喊冤, 气愤的就离开了, 而此时的志豪也不希望那是真的, 不然自己真的要疯掉, 回到房里的蔡花惊魂未定, 察觉到志豪对刘满是致死起离心, 便怀疑是南珠泄露了秘密, 蔡花二话没说, 气愤的前往理论, 直接冲进南珠家中, 凶神恶煞的逼问南珠, 他到底跟志豪说了些什么, 南珠此时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, 而就在这时, 多美回来了, 这一下蔡花和南珠终于知道了彼此牵连的关系, 南珠知道了, 女儿喜欢的志豪竟然是仇人家的儿子, 而蔡花知道了, 自己两个儿子争得死去活来的女人, 竟然是卑非过侠的女儿, 蔡花觉得这太不像话了, 但是蔡花现在管不了那些现在的当务之急, 是怎么在志豪怀疑自己之前堵住她的嘴, 蔡花让崔律师把准备好陷害志豪的资料给到警方, 还把志豪抄袭的文件给到媒体, 蔡花这一下是真下狠心了, 然而刚离开蔡花的崔律师和洪宇静见上了面, 洪宇静想公司的计划, 交换崔律师手中, 蔡花杀害刘满市的录音带, 而崔律师当然不会同意, 可洪宇静知道崔律师是个爱财之人, 告诉他如果不答应, 就让他投资的富盛建设立马破产, 只要他给自己录音带, 自己给他转移股份的时间, 崔律师心里惊恐万千, 另一边,志豪把14年前的事告诉了多美, 多美也终于知道了, 自己家与蔡花的恩怨, 知道了自己父亲被蔡花陷害的事, 但是陷入爱河的多美不愿相信, 这一切如果是真的, 自己和志豪的感情要怎么办, 伤心的多美跑了出去, 他要亲自找到志豪求证, 中途却看到了志豪, 被音乐界除名的报道, 可此时的志豪也已遭殃, 直接被警方以挪用公款给带走了, 志豪看着能让自己坐牢的证据, 他极力地辩解着, 可警方只讲证据毫无用处, 而此时的蔡花再次叮嘱崔律师, 这次把所有对志豪不利的底牌, 都公开出去, 要让他再也站不起来, 死无葬身之地, 可让蔡花没有预料的是, 崔律师正在和洪雨进公司合作, 准备搞垮他, 蔡花的破灭也将不远了, 但是,此刻的蔡花心里有一件比天大的事, 他经过多方打听, 终于找到了收养自己孩子的孤儿院, 也从孤儿院看到了, 自己从未见过儿子的照片, 作为母亲的他, 对这个儿子满是愧疚之情, 坐在车里看着照片, 哭得梨花淡雨, 再饿的人, 他也有温柔的一面, 崔律师对上次洪雨进交换录音机的事, 终于答应了, 把蔡花害死刘满事的录音机, 给了洪雨进, 而刚拿着录音机回来的洪雨进, 看到了刚从警局出来, 就跑来找多美的志豪, 洪雨进不想让自己的妹妹越陷越深, 让志豪最好离开, 而志豪气愤地给了洪雨进一拳, 洪雨进拿出从崔律师要过来的录音机, 播放了蔡花杀害刘满事的录音, 这下在铁证的面前, 志豪不相信也不行了, 自己敬爱的爸爸真的是蔡花所杀, 他握紧拳头是要为父报仇, 还有满满的憎恨, 然而, 就算志豪说出了录音带的事为证据, 蔡花依然是一副,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, 识口否认, 志豪对蔡花的无耻行为也是无奈, 而这件事的爆出, 让刚刚陷入热恋中的多美, 痛苦不已, 志豪现在连找多美的勇气都没有, 说好的勇不分手, 现在这个永远也太短了, 这天蔡花约见了洪雨进, 现在的蔡花还不知道, 洪雨进是多美的哥哥, 洪雨进一直用假身份在与蔡花合作, 这次蔡花跟洪雨进, 确认合作项目的安全性, 因为之前以名画钢琴的制作日志为代价, 蔡花签了一份负全责的合同, 在洪雨进假身份的保证下, 蔡花忠实放心下来, 可很快,蔡花就慌了, 就在洪雨进, 志豪找洪雨进谈多美的事, 被躲在一边的蔡花听到了, 也知道了洪雨进的真实身份, 这下蔡花真的慌了, 知道了洪雨进图谋不轨的接近自同时, 针对蔡花的一系列抱负, 在某个地方已经悄悄地展开了, 这个金正旭是洪雨进幕后的老板, 也是蔡花前任男友, 而金正旭和洪雨进都是为了报复蔡花, 才达成共识合作的, 崔律师却是想得到蔡花的财产, 而且他的手里, 还有蔡花当年害死刘满市的重要证据, 于是三人便联手起来对付蔡花, 金正旭这次从崔律师手中, 拿到了当年蔡花行凶后, 丢掉的燃血的衣服, 金正旭承诺, 崔律师到时候帮助他坐上蔡花的位置, 显然一场针对蔡花的报复即将到来, 志豪这边,多美还是选择了与志豪分手, 志豪想挽留, 可要拿什么挽留, 然而志豪想到了, 他找到蔡花, 二话不说, 就把蔡花给塞到车里面, 直接来到警局, 拉着蔡奥德上过不去, 据有人过得去, 金正旭把拿到蔡花燃血衣服的证据, 给到了洪雨进, 在洪雨进拿到, 所有对蔡花不利的证据后, 没有选择直接报警, 因为他知道就凭这点证据, 还不能让蔡花绳之以法, 洪雨进必须得想办法, 让蔡花自己承认罪行才行, 于是洪雨进到了洪雨进的电话, 洪雨进告诉蔡花, 如果不想让这些证据被送到警局, 马上一个人过来见自己, 蔡花知道, 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, 已经是无法再躲避了, 他提醒自己, 只要咬住流满事, 就是大壮所害, 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活命, 便坐上出租车走了, 任何也发现了母亲的异常, 追了出去, 而与此同时的志豪, 也刚好急忙赶了回来, 迅速冲回家, 准备阻止蔡花外出, 而这时没追上母亲的人和回来, 刚好看到志豪的车开着, 就再次追蔡花去了, 于是洪雨进拿出了, 与蔡花之前签订的契约书, 告诉他, 再不承认一切的话, 就让他比生命还看重的复生集团, 明天直接破产, 蔡花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, 那是可以连命都不要的女人, 这时的洪雨进还处在爆发中, 一把抓住蔡花的脖子, 再次警告他, 如果再说谎话, 他们母子俩就长眠此地, 于是拿宠雨进下傻了, 蔡花看着惊魂未定的儿子, 一把抱住他, 蔡花不想让儿子刚走上人生巅峰, 就要背负杀人的罪名毁掉人生, 于是他把所有责任都给了自己承担, 当两人准备离开时, 蔡花才知道, 人和是开治好的车过来的, 此时的他一下安心了, 告诉儿子, 这下他们有救了, 于是蔡花急忙返回, 清理了所有证据, 再到洪雨进身边, 用他的手机给志豪发送了一条短信, 而与此换好衣服, 去参加朋友的聚会, 而蔡花烧毁了对他所有不利的证据, 第二天, 蔡花在警局为志豪喊着冤, 要求警方一定要查明真相, 那真情流露的样子, 连崔律师都佩服地看向蔡花, 然而人和对于昨晚的事还记忆犹新, 问母亲对洪雨进威胁的原因, 人和也开始怀疑母亲, 自己的爸爸的死跟母亲有什么关系, 可蔡花依旧说道, 刘满氏就是大壮所害, 让他相信自己, 人和现在无法搞清每个是事实, 脑袋乱撑一片的他, 开着小跑车及时在路上, 然而就在这时, 他的出神闯了红灯, 差点撞向人行道上的孩子, 这一幕突然让人和想起了14年前, 大壮舍身就自己的画面, 让他一下子明白自己母亲说谎话了, 大壮是为了就自己而死的, 而另一边, 男猪焦急地等待着, 儿子洪雨进的手术消息, 他不想再失去亲人了, 现在只求儿子能活过来, 什么报仇不报仇的, 他都不在乎了, 多美极力地安抚着母亲, 爸爸在天上守着, 哥哥不会有事的, 而这时的人和, 却来到了医院, 躲在一边看着焦急的母女俩, 知道是多美的爸爸救了自己后, 他良心上受到了很大的谴责, 就在这时, 医生终于出来, 也带出了好消息, 洪雨进保住了生命, 多美一家终于松了口气, 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和, 马上从谴责自己的状态, 变成惊恐不安, 而蔡花这边, 还是被带走调查, 但是在崔律师证明蔡花, 昨晚和自己在一起, 而警方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下, 蔡花摆脱了嫌疑, 在离开时, 刚好遇见了被去提审的志豪, 现在的志豪, 是真彻底对这个静母失望了, 告诉蔡花, 从现在起, 她就是一个孤儿了, 当她不进入到警局那一刻起, 她的妈妈就已经死了, 以后在她的人生里, 再也不会有事就去找妈妈了, 而就在这时, 一位警员过来, 说出了洪雨进醒来的消息, 蔡花的心, 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, 志豪注视着蔡花, 用眼神告诉她, 这下你完蛋了, 然而洪雨进是已经醒来了, 却暂时开不了口, 无法现在说出真相, 当晚守在洪雨进门外的金正序, 无聊出去透气时, 就在这时, 一个人突然进入到了病房里, 洪雨进被人拔了氧气, 再次丧命, 真正的凶手, 在得知她永远不会开口后, 终于是放下心来, 因为真相不会有人知道了, 而被冤枉抓起来的志豪, 由于监控被人动了手脚, 所有能证明她清白的证据, 都已经被人事先给销毁掉了, 本来还把希望寄托在洪雨进的身上, 现在却连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, 志豪这下是有口难辨了, 而本以为万事大吉的蔡花, 忽然收到了已经死去, 洪雨进发来的信息, 告诉她给她寄去了一个大惊喜, 而这个惊喜, 先一步被回来的人和给发现了, 当蔡花赶回家时, 人和已经知道了录音代理的内容, 他也终于知道了, 自己的母亲杀害了父亲的事实, 在人和心里, 一直把父亲当作毕生的偶像, 现在自己还把恩人的儿子给杀害了, 还嫁祸给哥哥, 志豪内心在这一刻, 陷入到深深的愧疚当中, 人和实在无法原谅蔡花, 对她痛恨至极, 蔡花在这一刻怎么样也想不到, 自己为了儿子更优秀, 没想去把儿子一步一步推进了深渊, 于是蔡花为了减轻人和的愧疚感, 准备把志豪保释出来, 但是志豪的代价就是离开这个地方, 她志豪不同意, 蔡花直接搬出多美, 威胁她如果不离开多美, 可能就要和她哥哥见面了, 志豪了解蔡花的可怕, 只能妥协, 而这个仇恨, 志豪发誓绝不会轻易放过蔡花, 而金正旭这边, 也找到了拔掉洪雨晶氧气的人, 却没想这个人说是志豪指使她做的, 志豪又在被蔡花给陷害了一次, 得到答案的金正旭, 决定要为洪雨晶报仇, 另一边, 志豪来看了多美最后一眼就离开了, 然后蔡花一路护送志豪来到机场, 亲眼看着她离开, 这才放下心来离去, 但是志豪真就这样安然去漂亮国吗, 就在这时, 一个穿着大头皮鞋的人走了出来, 对志豪没有离开, 她又回来了, 带着决然之心, 必须要让坏人得到她应有的惩罚, 可却不料, 帅不过三秒的志豪刚出来, 就被几个黑衣大汉给绑走了, 原来金正旭为了报仇, 于是就把她给抓了过来, 可根本就不是志豪做的, 她誓死也不承认, 金正旭也产生怀疑, 于是就把那个诬陷是志豪指使的人, 带了过来, 拿想那人根本就不认识志豪, 结果直接被识破, 男人为了能再次与妻儿团聚, 志豪说出了真正的幕后指使者, 原来是蔡花身边的吴秘书指使的, 于是, 志豪对蔡花的仇恨又多了一条, 这大舅哥的仇必须要报, 而金正旭又找到了, 当时志豪乘坐出租车的行车记录仪, 也证明了志豪的清白, 还从一个目击者的口中得知, 志豪的车那晚是仁和开走的, 当志豪知道这一切后, 终于明白蔡花为了洗脱亲儿子的罪行, 嫁祸给他这个妻子, 他这个妻子在蔡花眼里, 就是一条大肥虫, 志豪终于黑化了, 他要十倍百倍地让蔡花付出代价, 转眼一年过去了, 今天是仁和宇和小绿的订婚仪式, 正在蔡花沉浸在这喜悦的气氛中时, 突然蔡花惊恐地发现了, 正在弹奏钢琴的志豪, 大概全场也只有这个外婆, 对志豪的到来而高兴, 沉默一年后的志豪, 对蔡花皮笑若不笑地注视着, 就在这时, 一个身穿大衣的大汉, 一手还藏着什么东西, 就冲进了婚礼中, 让蔡花没有想到的是, 竟然是志豪为他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, 可蔡花没有对志豪有一点感激之情, 而是对志豪的到来极度害怕, 要不是外婆来阻止了蔡花的举动, 蔡花恨不得直接背起志豪, 给送回漂亮国, 结果志豪这次为蔡花挡刀的事, 得到了一个大孝子的称呼, 蔡花在这种舆论中, 不得不强颜欢笑地, 把志豪极不情愿地接回到家里住, 然而回到家中的蔡花, 无意中发现了, 志豪为自己挡的那一刀, 身上竟然没有伤痕, 这下蔡花知道自己被骗了, 吵着让志豪赶快离开这个家, 可现在的志豪, 已经不是一年前的他了, 蔡花也毫不示弱, 我能搞垮你一次, 就能搞垮你第二次, 但是这次蔡花可能就要失策了, 志豪用以妓子身份为蔡花挡刀的事, 在媒体面前宣扬着, 虽为妓子, 但却是他为亲生母亲一样看待, 志豪是一方面来恶心蔡花, 一方面为接下来的计划做铺垫, 这天蔡花知道了, 志豪要去医院复检伤口, 准备去揭穿志豪的骗局, 于是蔡花带着记者和警察闯进了治疗室, 想要来一个现场曝光, 可出乎了蔡花的意料, 志豪身上一条宛如蛟龙一样的伤疤, 赫然呈现在大家眼前, 这下蔡花的个人形象,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, 志豪舍身救他, 他却跑来怀疑志豪是作假的, 蔡花叫来的记者, 已经想好了明天的标题, 志豪就是要这样, 先把他捧上天, 再让他自己摔下来, 他还告诉蔡花这些都是跟他学的, 现在只是还给他而已, 显然这样的报复, 只是志豪的开胃菜, 蔡花最在乎什么, 就从什么下手, 一个是儿子人和, 一个是富盛集团, 然而不光志豪在行动, 金正旭也在展开自己的复仇计划, 身为蔡花前任男友的金正旭, 隐瞒着自己现在的身份, 向蔡花表白, 自己想重归就好, 而蔡花孤苦寂寞了十几年, 再加上本来对这个前任一直心存爱意, 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还有个孩子, 只是金正旭现在不知道这个事, 蔡花心里早就想与金正旭在一起了, 但是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, 仁和是极力的不同意, 自己的妈妈在和别的男人结婚, 因为在仁和心里, 妈妈只属于爸爸流满式的, 搞得蔡花心里叫苦连天, 当仁和气愤的离开时, 突然被钢琴的乐谱所吸引, 冲上去拿过乐谱, 大发雷霆地呵斥着, 公司的形象大使小黄, 因为小黄弹奏的是仁和参赛, 还未公开的乐谱, 然而现在却传出来了, 仁和就会背上一个抄袭的罪名, 将会成为下一个志豪了, 所以仁和不得不暴跳如雷, 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, 对,这就是当初仁和, 陷害志豪抄袭的手法, 现在志豪用其人之道, 还制其人之身, 志豪伤到了蔡花的软肋, 他希望志豪放过仁和, 告诉他有本事冲着自己来, 说他可是你弟弟, 志豪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, 当初害我的时候, 怎么就不顾及一下我这个哥哥, 告诉蔡花我是个孤儿, 没有兄弟, 我的心现在很硬, 你装可怜也没用, 现在志豪要用同样的方式, 让人和体会一变, 还要人和付出利息, 当着全天下的面, 澄清志豪当年没有抄袭的事, 志豪拿出了那年人和偷自己的作品, 既见时车子违反停车的罚单, 证明是人和陷害自己的, 但是人和对志豪拿出的这点东西, 不为所动, 也证明不了什么, 可志豪预料到人和会是这样的反应, 直接再拿出了当时的监控视频, 清楚地记录了人和所有的过程, 这下人和是无话可说, 志豪告诉人和, 如果不想我毁了你, 那就自己认错, 恳求原谅, 守住作为音乐家最后的尊严, 人和也只能极其无奈地按照志豪说的, 做自己种下的果, 再难吃也要吃下去, 恶人终究是会得到报应的, 于是人和在记者发布会上, 极其艰难地澄清了志豪抄袭的事, 准备想趁此机会, 也澄清一下自己没有抄袭的事, 现在的志豪已经不是当年心卵之人了, 只见富盛形象那时小黄冲进发布会, 一口咬定就是人和抄袭自己的, 人和极其气愤地抓住小黄的衣领, 质问小黄为什么要这样陷害自己, 这跟当年志豪抓住人和, 质问为什么陷害自己, 如出一辙, 事后更让菜花和人和难以接受的是, 花了大价钱聘请的人, 和高价买来的乐谱, 都是出自志豪之手, 母子俩崩溃至极, 人和最终的结果不想而知, 但是在菜花付出大代价后, 人和只是被音乐协会吊销了三年的作曲活动资格, 而志豪就恢复了名誉, 重新进入到了音乐协会, 志豪虽然觉得有点可惜, 但没关系, 还有更狠地等着他们, 接下来志豪就要对富盛集团下手了, 这天菜花接到了崔律师的消息, 跟富盛集团合作几十年的, 韩国音乐大学突然要求招标, 让富盛乐器和新崛起的荣耀乐器进行竞争, 突如其来的消息, 让菜花也感到了一定的危机, 准备亲自出马解决此事, 很快招标会第一次召开, 但是让菜花没有预料到的是, 与她竞争的荣耀乐器的代表人, 竟然是自己恨之入骨的继子志豪, 会议上双方都大放厥词, 人和以名画钢琴的独特的新优势, 为亮点做介绍, 而志豪拿名画钢琴昂贵的缺点做突破, 说出了找到了, 可以替代榆林去山的木材, 可以弥补这昂贵的缺点, 但是最终的结果, 音乐大学, 还要看到各自的样板后做决定, 虽然人和对自己的名画钢琴信心十足, 但是还是很担心志豪所说的, 找到了替代的木材, 人和知道, 志豪这次回来不是白回来的, 肯定已经是做了万全的准备, 于是人和又开始耍手段, 确保自己能胜出, 他让技术部的李组长, 潜伏到志豪那边做间谍, 谋取那边木材的信息, 可让人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 李组长已经是志豪的人了, 这天李组长把志豪那边, 已经研制出来的新木材的资料, 给到了人和, 还对名画钢琴, 是否真的有制作日志, 产生怀疑, 人和为了拉拢人心, 便把制作日志给到李组长观看起来, 殊不知李组长观看的同时, 启动了眼睛上的视频设备, 随着李组长的翻阅, 已经全部都被志豪这边记录了下来, 人和还是太小看了现在的志豪, 然而, 金正旭再次找到一年不见的崔律师, 也准备开始对蔡花动手了, 金正旭让蔡律师想办法, 要蔡花到他这里来贷款, 准备给蔡花下一个大圈套, 而此时的人和, 因为李组长给的志豪那边木材的信息, 已经进入圈套, 人和准备花大价钱, 跟志豪抢原材料, 他不允许自己输给志豪, 但是这样的代价就需要庞大的资金, 恰好崔律师把金刚建设说了出来, 可以到那里借到资金, 蔡花本来是极其不愿意的, 因为吃过一字亏, 他是知道厉害的, 可人和必须要完成这次竞标, 他怕志豪夺回公司, 然后把自己所有的罪行都暴露出来, 于是向蔡花保证, 一个月就可以制作出样品, 蔡花护子心切, 又对儿子有信心, 最终还是让崔律师把金刚建设找来, 签下了一个月300亿的高息贷款, 此时的崔律师, 隐隐地露出了胜利的微笑, 然而一切都没按人和所想的那样发展, 当蔡花满心欢喜地准备测试样品时, 可想而知, 结果失败了, 人和立即想找李组长询问情况, 但是已经联系不上了, 人和气急而去, 而正巧此时, 吴秘书送来了荣耀乐器投资人的资料, 结果一看, 让蔡花心良了一大截, 原来是金刚建设的幕后老板, 在给志豪做后盾, 而这次的贷款又是找的金刚建设, 蔡花无法接受这个状况, 在人和中了志豪设计的圈套后, 无法制作出价钱低廉, 品质又好的钢琴出来, 但是为了胜过志豪拿到招标, 也为了保全自己, 人和来了一招釜底抽薪, 招标大会上, 人和用正版的名画钢琴做样品, 中世拿到了音乐大学, 1000台的订单, 而志豪对这一切早已看穿, 知道人和的样品, 是用正版的名画钢琴展示的, 如果人和到时候, 不能研制出低价的替代材料, 他将会赔偿三倍的违约金, 那可不是一个小数字, 那就是在自掘坟墓, 然而不知这一切的蔡花, 还在为拿下订单而高兴着, 为儿子的成功感到无比的自豪, 这时何小律出于好奇, 说出了今天出席招标会的人, 是志豪和多美一起来的, 蔡花很气愤, 志豪还把多美带给一起报复自己, 一个金刚建设的老板就够头痛了, 还来个多美, 于是, 蔡花又打起了鬼主意来, 这天男猪收到了, 志豪和多美一起工作的照片, 本就对志豪杀害红宇静的事, 还耿耿于怀, 二话没说就找到志豪, 上去就是一巴掌, 对着志豪咆哮着, 让他离开自己的女儿, 幸好多美及时赶到, 才拉走了男猪, 不然志豪还要承受更多的无望之灾, 然而回到家后, 蔡花还阴阳怪气地说, 志豪跟仇人家的孩子一起工作, 不觉得愧疚吗, 这一下把志豪惹毛了, 一切都是他蔡花所造成的, 他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, 另一边, 金正旭找到男猪, 向男猪说明了, 志豪是被蔡花陷害的, 不是杀害红宇静的真凶, 男猪再次对蔡花的残忍, 感到难以置信, 殊不知, 他们的相遇被一边的桂花目睹了, 这下金正旭对蔡花的报复, 可能有点小麻烦了, 然而人和这边的事, 还是让蔡花知道了, 崔律师焦急地跑来告诉蔡花出大事了, 替代木材的工程, 全面停工了, 无法制作出来, 在蔡花再三逼问下, 人和只能说出了实情, 为了不让志豪抢走订单, 因为着急就用名画钢琴做样品了, 还怪罪志豪收买李组长, 透露出假消息, 不然绝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, 蔡花的一口老血, 差点喷涌而出, 回到房里的他, 本来想先缓一下情绪, 可吴秘书又带了一个让他头痛的消息, 南珠拿到了火灾目击者的录音带, 邀请警方再次调查火灾的真相, 这天蔡花推开丈夫而致死的录音带, 被人发到了网上,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, 然而蔡花料定是志豪所为, 对此也并没有太过担心, 于是让媒体对外说, 一切都是捏造的, 是竞争对手无耻的陷害, 而这件事, 确实是志豪所为, 他现在必须要揭开蔡花的这层遮羞布, 让他无地自容,毁他生育, 于是志豪找到录音带里的主人李东义, 希望李东义在记者发布会上, 证实录音带里的内容, 彻底揭发蔡花丑恶的嘴脸, 但是让志豪一想不到的事, 还是发生了, 记者发布会上, 蔡花正义言辞地说, 这一切都是谣言, 不要再诋毁自己的名誉, 于是让李东义上来澄清此事, 不料李东义却证实录音带里的是假的, 自己那天晚上没有看见, 书房中发生了什么事, 志豪听到这些, 气愤知己地离开了, 原来志豪找过李东义后, 蔡花也马上找到了, 他愿意满足李东义开出的任何条件, 只为他在记者发布会上, 不要承认录音带里的事, 显而易见, 李东义再次被收买了, 记者发布会后, 蔡花收到了, 金刚建设允许他们的贷款, 可以延期一个月的文件, 突然觉得喜事连连的他高兴坏了, 但是需要找到志豪签字才能生效, 于是, 蔡花带着任何就找到志豪, 让他签字, 可志豪让蔡花承认杀害刘满氏的事实, 并且道歉, 不然不给签字, 蔡花觉得现在连警方都不问的事情, 他为什么那么想听, 这时的人和突然呵斥蔡花, 难得地与志豪在这件事上站在了一起, 要求蔡花应该向二人道歉, 因为杀害爸爸的事实就是事实, 那可是他敬爱的爸爸, 蔡花也没有办法, 于是强忍着心中的委屈和怒火, 说了出来, 蔡花看着眼前的一切, 陷入到深深的绝望中, 原来这都是志豪不得局, 一步一步让蔡花掉入自己的圈套中, 不得不说出了真相, 心中也是久久不能平静, 而蔡花受到志豪这么大的打击, 这个狠女人怎么会轻易就这样算, 而志豪依然不依不饶, 只是揭开蔡花杀害丈夫, 背负坏女人的骂名还不够, 他必须要揭开洪雨进死去的事实, 让他们母子俩都受到惩罚, 此时的蔡花心中有后悔也有愤怒, 任何这边, 收到了音乐大学解除合约的证明, 音乐大学要与志豪签约, 任何一阵头大, 还没缓过进来的他, 金刚建设催债的却来了, 任何苦苦哀求, 希望金刚建设能宽限一个月的时间, 任何来的人只按志豪的意思办事, 让任何拿出负胜三十的股份旅行约定, 任何向崔律师投去求助的目光, 可崔律师有自己的小算盘, 怎会帮助现在的人和, 然而既然没有人帮助, 那就得靠自己, 去偷志豪制作钢琴的日志, 来完成自己的钢琴, 这样就可以挽回余地, 但却不料, 偷回来的日志里面一个字也没有, 任何又再次上了志豪的档, 他直接找到志豪, 放下了以往高冷的姿态, 希望志豪看待是爸爸的公司情况下, 祈求志豪到此为止, 也祈求志豪不要让负胜垮掉, 任何跪地再次祈求志豪, 对任何就这一次的掉眼泪, 想得到宽恕, 那是不可能, 志豪对任何的厚脸皮, 假惺惺感到恶心, 永远也不会原谅任何, 于是让任何赶快滚出房间, 任何来到多美这里, 想让多美帮助自己, 阻止为了报仇发疯的志豪, 可任何不知道, 多美早已知道, 杀害自己哥哥的人, 就是任何, 他除非脑袋被门夹了, 才会帮助任何, 而任何此时, 找多美真正的原因, 表面上是要他帮忙, 实质就是来看多美, 对志豪的心意, 让自己心灰意冷, 好做出最终的报复决定, 任何得到答案后, 告诉多美, 那现在, 只能变成连自己都害怕的恶魔了, 随后回家的人和, 跟志豪打去了电话, 告诉志豪, 妈妈你可以不要, 但那是我唯一的亲妈, 富盛集团也是我奉献一切的地方, 这些都将是我拿命去守护的, 你复仇的结果究竟会让谁不信, 还很难说, 我们走着瞧, 志豪对任何的这些话, 也感到了一定的压力, 因为他知道任何也是狠人, 然而, 任何下一步动作, 没想是到警局做假证, 证实当初大壮不是救自己, 而是真去偷东西的, 与此同时的蔡花也主动找到记者, 澄清自己, 就算是推倒丈夫, 也不至于让其死去, 关键还是那场大火, 而且, 大火很有可能就是偷东西的大壮放的, 母子俩就是为了脱身, 依然选择了嫁祸给大壮, 但是让他们母子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 志豪早已准备好了一切, 带来了一个超级大的礼物给他们, 里面清晰地播放着奶奶和志豪的对话, 志豪让奶奶, 把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说出来, 奶奶因为这件事也是极度地自责, 这些年来一直不愿意说出来, 对男猪一家也是感到深深地抱歉, 奶奶承认了, 当初男猪手里的戒指, 衣服和钢琴都是自己送过就再也没出来, 奶奶想到一个聋哑人, 在生命危机的时刻, 连喊救命都做不到, 是多么的痛苦, 大壮因自己而死, 奶奶这些年一直都在自责, 自己对不起男猪, 随着视频的关闭, 男猪终于在15年后的今天, 洗清了丈夫的冤屈, 心中没有责怪谁, 也没有抱怨谁, 唯有对奶奶的感谢, 感谢奶奶最终说出了真相, 让丈夫在九泉之下终于可以安心, 直接搞得母子俩哑口无言, 然而志豪对于母爱, 也是极其渴望的, 于是找到了认为, 是母亲的妹妹, 可这位女人否认了自己的姐姐, 和刘满是有染的事, 更不可能有孩子, 这下志豪对于自己的母亲是谁, 彻底没了线索, 然而回家后, 志豪把这件事告诉了外婆桂花, 桂花也不知道志豪的母亲的事, 只能安慰她, 但是桂花还是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, 对名, 还要为洪雨晶报仇, 绝不会让他们母子俩继续逍遥法外, 与此同时, 多美这边也向警方提交了这个视频, 要求警方重新调查洪雨晶遇害一案, 很快蔡花就收到了, 警方要重新调查的是, 于是让崔律师先在前面挡一下, 让自己想想解决的办法, 而崔律师想趁火打劫, 让蔡花让出一个购物中心给自己, 这一下把蔡花给惹火了, 但是蔡花却找到了志豪, 希望志豪就此把手, 不要再追查下去了, 而志豪怎么可能放弃, 蔡花也只能丢下一句狠话就离开了, 果不其然, 蔡花说到做到, 立马让自己的管家到警局作证, 洪雨晶出事那晚, 志豪的车是他自己开走的, 还让吴秘书买通了很多证人, 都指认志豪就是凶手, 蔡花想起事发后, 自己处理了所有的有关痕迹, 非常自信, 自己的处理应该不会出问题了, 而志豪很快就被警方带走调查, 他也没想到, 蔡花这么快就动手了, 也准备放手去干了, 因为洪雨晶案子有新的证据出现, 拦住一家申请上诉后, 最终都站在了法庭之上, 当仁和被问案发当晚的去处时, 他的回答是, 时间太久记不太清, 能避开就尽量避开, 对自己不利地回答, 蔡花此时还不忘为人和打气, 让他不要掉以轻心, 而与此同时, 金正旭带着一位神秘人物, 正在赶往法庭的现场, 而到志豪被提问时, 志豪与洪雨晶因为多美的事而动过手, 被辩护人大声呵斥, 就是杀害洪雨晶的凶手, 志豪不可能就被这一声大叫给吓到, 坚持自己的说法, 当到达事发现场时, 洪雨晶已经出于昏迷不醒, 这时, 另一名辩护人, 拿出了志豪乘坐出租车时的监控视频, 然后邀请蔡花出席作证, 而蔡花的回答是, 打死不说真话, 当晚自己在家哪里也没去, 可让蔡花没想到的是, 辩护人直接找到了当初蔡花去时, 乘坐出租车的司机, 司机肯定地说道, 那晚乘坐自己的车的人就是蔡花, 这下蔡花无言以对了, 蔡花在法庭上公然做出假证, 受到了辩护人极力的谴责, 可蔡花依然没有说出真相, 告诉大家自己当晚的确是去了, 但是确实看到了, 志豪与洪雨晶扭打在一起, 最后杀害了洪雨晶, 还把现场的痕迹都清理了, 接下来一位人正彻底揭开事情的真相, 是的,洪雨晶来了, 他没有死, 原来, 当初金正旭把洪雨晶调到别的房间, 死去的那个人是另外一个已死之人, 现在洪雨晶出现在法庭, 首先否决了蔡花所有的说辞, 然后向大家说了真相, 自己是被任何推倒并失去意识的, 是蔡花和任何把他送到死亡边缘的人, 与志豪没有关系, 真相终于打败了, 可蔡花依然不死心, 觉得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, 还能再战, 大喊着这一切都是他捏造的, 抗议这种无效的庭审, 然而还没等法官发话, 任何怒斥母亲不要再说了, 一切都结束了, 最后任何与蔡花被定为嫌疑人, 进行全面调查, 出来后的蔡花再次找到志豪, 告诉他明知道红女剑还活着, 为什么还要进行庭审, 这不就是奇人之道, 还治奇人之身吗, 当初对志豪的时候, 怎么没有这样想想, 现在轮到自己就觉得可怜了, 然而这时的桂花经过多方调查, 开始怀疑志豪与蔡花之间的关系, 于是他拿到志豪和蔡花的牙刷, 来到亲子鉴定中心鉴定, 蔡花为了儿子任何, 把所有的事都往自己身上说, 想承担所有的事情, 希望警方放了任何, 站在母亲的角度上看蔡花, 她是一个好母亲, 为了儿子自己可以付出所有, 而任何这边, 她一直没有开口说话, 保持承诺, 现在的她没有怪谁, 也没有恨谁,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, 就得自己承受, 然而结果表明, 蔡花的确就是治好的妈妈, 桂花虽然心里早就猜到这个结果, 但是当白纸飞兹的正时候, 她还是一时无法接受, 桂花回到家痛哭着, 这是造的什么孽呀, 亲母和亲儿子互相残杀这么多年, 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, 桂花痛恨着刘满氏, 这一切都是刘满氏生前不得局, 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, 来惩罚蔡花当初的不忠, 原来当季养在一个贫穷的岛屿上, 直到多年后, 刘满氏寻回在外的治好, 故意说是自己的私生子, 然后又故意把遗产都给治好, 不理人和, 使得蔡花心中无比记恨治好, 抢走人和的遗产, 然后就开始了残忍的母子互相残杀, 没有想到, 最狠的人居然是已经死去的刘满氏, 为了报复蔡花, 布了这么大一个丧尽天良的局, 连自己的亲儿子仁和也利用进去, 只为报复蔡花, 这是明显的爱到深处都是恨啊, 想明白这一切的桂花, 内心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, 恨不得把刘满氏拉上来狠狠地打一顿, 竟然无法改变两人关系了, 桂花现在要做的, 就是阻止治好与蔡花的互相伤害, 于是桂花找到金正旭, 把治好就是他和蔡花一直在寻找的儿子, 告诉了他, 让他想办法, 阻止治好与蔡花继续相残下去, 不然, 母子俩就真的要变成一辈子的仇人了, 金正旭也没有想到, 治好居然是自己的儿子, 他也是一时无法接受, 内心久久不能平息, 因为当初为了报洪雨进的仇, 把治好抓住严刑拷打, 差点就把治好给打死了, 现在想想, 对蔡花又是一肚子的火, 差点因为蔡花, 把自己老来得子的治好给打没了, 第二天, 针对洪雨进的案子, 再次开始停审, 而停审之前, 外婆找到治好, 希望他现在停手, 不要再继续与蔡花交战了, 不然他以后会后悔的, 但是治好现在的心里只想着, 今天一定要把蔡花绳之以法, 庭审开始, 蔡花依然在做最后的抵抗, 试图驳回对自己和仁和的罪名, 而此时的人和什么也不想说了, 在他心里, 事实就是事实, 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辩解了, 接下来, 辩护人拿出拔掉洪雨进氧气管的证据, 直指就是蔡花做的, 仁和听到母亲, 还去把洪雨进的氧气管解决他, 他此时不敢相信, 自己的母亲原来是这么的可怕, 虽然洪雨进最后没有死, 但那也造成杀人未遂, 要受到惩罚的, 接着辩护人让下一位证人上来指证, 是否是蔡花指使的, 然而下一秒, 在大家的目光中出现的, 竟然是金正旭, 金正旭还是把关键证人带到现场, 但是当蔡花认为, 自己这次针就完了时, 没想这人却说, 是崔律师, 指使自己去把洪雨进氧气管的, 治豪当场就不同意了, 没有供出蔡花, 就不能惩罚他, 于是直接反驳证人, 就是在说谎话, 凶手另有其人, 蔡花听到竟然嫁祸给了崔律师, 紧紧抓住人和的手, 终是放下心来, 而崔律师很快就被法院逮捕了, 一头雾水的崔律师, 极力地为自己喊冤, 真是躺着也中枪, 然而出来的蔡花找到金正旭, 感谢他在关键时刻帮助了自己, 而已经知道两人的孩子, 就是治好的他, 现在对蔡花的所作所为极其痛恨, 蔡花也极力想让金正旭原谅自己, 想让他与自己和好, 回到从前, 而金正旭告诉他, 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 想得到原谅, 那就去找南珠道歉, 求他原谅, 在那之前, 我对你没有一点信任感, 痛哭的蔡花本来也没找到了依靠的人, 现在一切感觉都是手中杀, 但是就算是杀, 他也不想放弃, 于是蔡花真就来到南珠家门前, 当众向其下跪, 恳求原谅, 南珠极其气愤蔡花的做法, 任蔡花如何哀求, 南珠一家都无动于衷, 对这十几年来承受的冤屈和伤害, 不是蔡花一个简单的下跪, 一句普通的道歉就能原谅的, 俗话说的好人坐视天在看, 坏人终究会得到应有的惩罚, 这时的桂花, 正在和金正旭打电话讨论孩子的事, 被突然回家的蔡花听到了, 知道了桂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, 激动地询问着孩子现在的情况, 然而桂花没打算告诉蔡花, 像她说到她没有资格见孩子, 蔡花苦苦哀求继母, 此刻的蔡花,是多么想看看这个, 未曾见过一面的儿子, 于是蔡花做了一些饭菜, 让桂花带给自己的孩子吃, 桂花也只好满足蔡花这个心愿, 而桂花直接把饭菜拿给了治好吃, 可当桂花返回时, 蔡花赫然就在门口, 等待多时, 原来这一切都是蔡花故意让桂花送的, 为的就是跟踪找到自己的孩子的住处, 但是在蔡花的询问下, 为什么把饭菜给到治好, 还是被桂花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了, 显然蔡花还是不怎么相信桂花的说辞, 于是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, 蔡花找到当年抱走自己孩子的护士, 而护士告诉她, 当时那孩子, 被他们家吴秘书中途就抱走了, 然后蔡花询问吴秘书, 当年是否抱走一个孩子, 而吴秘书告诉她, 当初流满事, 让自己的确是抱走一个孩子, 也就是现在的大少爷志豪, 当蔡花听到是志豪的时候, 整个人就像灵魂对抽空一样, 不知所措, 她已经能确定志豪就是自己的儿子了, 而蔡花再次来到志豪住处, 打开这时志豪突然回来, 打断了蔡花的思绪, 让她赶快离开这里, 觉得自己多看一眼都是罪, 此时的蔡花已经确定了, 志豪就是自己的儿子, 蔡花不能让志豪知道事情, 因为这样对双方的打击太大了, 换做此时的蔡花, 看向志豪的眼中, 没有了以往的仇恨了, 而是多了一些疼爱之意, 志豪呵斥蔡花立刻马上离开这里, 蔡花也只能默默地看了一眼, 自己的儿子, 含泪而去, 然而蔡花也的确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 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玩笑, 但是桂花告诉她, 志豪就是她亲生儿子, 她是输给了刘满氏, 要想不再被刘满氏继续伤害, 最后把亲子鉴定书给到了蔡花, 看着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鉴定书, 把最后一丝侥幸给破灭了, 嘴硬心软的蔡花再次来到志豪门前, 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里, 红与劲拔氧气的是, 不要毁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珍惜的东西, 蔡花气愤至极地撕毁了鉴定书, 让自己不要动摇那颗恨志豪的心, 自己的孩子在出生那天就没了, 只有人和一个孩子, 蔡花找到金正絮, 希望两人能够和好, 回到没有孩子的那个时候, 告诉她让这件事永远的掩埋, 突然有一天发现, 一生崇拜的英雄竟然是个坏蛋, 认谁的心理都会彻底崩溃, 然而意外却来了, 桂花这个时候打来电话告诉蔡花, 她孩子太可怜了, 实在无法再看下去了, 这个你也是她造成的, 她说不出来, 那就让自己来告诉志豪一切, 下一秒桂花已经找到了志豪, 告诉志豪, 知道她的那个手卷是谁的了, 志豪此时也明白了, 外婆已经知道了自己母亲是谁了, 随后桂花太告诉志豪, 蔡花就是她的亲生母亲, 自己朝思暮起此时的老金, 只是向志豪说一声对不起, 而这声对不起就已经说明了一切, 事实就是事实, 志豪不接受也得接受, 她来到流满市坟前, 极其愤怒地质问, 志豪心中也彻底出代价, 很快蔡花收到了金刚建设, 转移合作资金的事, 使得富盛集团面临破产的局面, 然而接下来, 仁和又带来了一个爆炸消息, 因为钢琴没有按时交付客户, 现在客户起诉富盛, 要求赔付双倍违约金, 而蔡花想马上想向各大银行贷款, 雨来得太快了, 打得蔡花与仁和不知所措, 与此同时的老金, 也收到了富盛即将破产的消息, 然而当老金知道志豪是自己的儿子后, 就不准备对蔡花下手了, 没想志豪还是对蔡花动手了, 还是如此之快, 于是立马找到志豪, 这时的蔡花来电约见老金, 现在的蔡花, 在知道志豪是自己的儿子后, 不想再与志豪继续互相伤害了, 他想放下一切, 让自己可以过得轻松点, 请求老金一起出国过二人世界, 不提还好, 一提此话, 老金当场发飙, 说出了自己记恨蔡花的理由, 原来当年老金和蔡花, 在国外结婚那天, 蔡花弃老金而去, 然而当晚发生大火, 老金死里逃生后, 发现现场有蔡花的耳环, 于是认定, 蔡花就是想害自己的凶手, 蔡花百般解释, 当年并非是自己放了火, 但是老金不愿意相信, 这个已经杀害自己丈夫的女人, 最后, 老金告诉蔡花如果想离开, 那就先承受他该得到的报应, 然后接受志豪作为他的儿子, 不然在此之前, 他哪都被想去, 可也终于体会到了, 被人冤枉的感觉了, 画面一转, 崔律师因为证据不足的情况下, 被放了出来, 凶手出笼, 必有祸端, 在崔律师一番精心策划下, 把志豪蔡花和老金聚集在一起, 而崔律师当着蔡花的面, 揭发了老金真正的身份, 当蔡花知道, 老金就是金刚建设与志豪幕后的大佬, 吃惊无比地不敢相信, 蔡花对老金的做法嗤之以鼻, 连爱的死去活来的女人都信不过, 她是有多可怜, 蔡花对老金在这一刻也是失望至极, 崔律师找到任何, 把老金的真正身份也告诉了她, 让任何与自己联手对付志豪与老金, 为了能保住爸爸的富盛集团, 任何也只能选择相信崔律师, 然而当富盛集团马上要破产时, 蔡花已经认定了, 毕竟志豪也是自己的孩子, 肥水依然还在自己这里, 但是任何不想就这样放弃, 于是找老金想让他延迟点时间, 自己好想办法解决困难, 可是当任何来到老金这里, 没想正巧听到了志豪与老金的对话, 而任何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了, 志豪竟然是蔡花和老金的儿子, 也就是说, 从同父一母变为同母一父的兄弟了, 任何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, 怪不得, 觉得母亲最近针对志豪的恨意没有了, 怪不得公司马上要破产了, 母亲也显得很轻松的样子, 这天多美清点完送往音乐大学的钢琴, 正离开, 不料装满钢琴的卡车, 都被不明人士开走了, 多美情急之下拦住一辆死活不让,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, 多美被急事而来的卡车, 撞出十几米, 倒地昏死过去, 与此同时的任何与崔律师, 正在庆祝这次行动的成功, 而且, 任何还把志豪是老金与菜花的儿子, 告诉了他, 搞得崔律师的小心脏久久不能平息, 然而发生这么大的事, 志豪第一时间找到菜花, 认为一切都是菜花做的, 极力谴责他没有良心, 没有底线, 不知所以的菜花真的是一头雾水, 菜花这次被志豪从头骂到脚, 最后更是把手绢扔给了菜花, 这个误会让志豪更加恨透了这个母亲, 而老金也认为是菜花做的, 本来已经心软的老金, 再次燃起报复菜花的决心, 而菜花知道这一切都是任何搞的鬼, 找到任何质问他, 而任何认为菜花有了志豪这个儿子, 不会再对志豪下狠手了, 于是不再相信母亲, 准备自己动手, 战胜志豪, 菜花对两个儿子, 对自己的误会痛心无比, 他一个也不想失去, 自己造的孽失手偿还了, 这是刚恢复不久的多美, 突然收到一条菜花发来的短信, 告诉了他被抢钢琴现在的位置, 然而, 此时的任何正在音乐大学抹黑志豪, 说志豪的订单无法送达, 他为了提高价钱现在不给出货了, 没想就在此时, 志豪忽然出现, 告诉音乐大学负责人钢琴已经送来, 就在外面了, 当任何看着眼前送来的钢琴久久不渝, 而志豪也告诉了任何, 这是菜花告诉他们钢琴藏匿的位置, 人很无法相信母亲竟然出卖了自己, 而崔律师也是极其的气愤, 完美的计划被一个女人给毁了, 然而, 桂花不想看见菜花, 一直被老金误会, 向老金说明了当年国外的事情, 一切都是刘满氏下的圈套, 菜花不可能放火害他, 也只有是爱菜花的刘满氏, 才有这个可能制止他于死地, 老金也终于明白了一切, 于是马上叫人停止对富盛集团的报复, 可是已经晚了, 最终还是破产了, 而智豪找到仁和, 告诉他, 如果不想让爸爸的公司最终走向破灭, 就与他的荣耀合并, 仁和开始是极力的不同意的, 但是没有办法, 如果不按智豪的提议来做, 那富盛将会不复存在, 也只能再次把富盛集团主人的位子, 让给智豪, 于是富盛集团最终还是落入智豪手中, 仁和也暗暗发誓, 总有一天还是会拿回爸爸的公司, 而智豪成为富盛主人的第一天, 就把崔律师给赶走了, 崔律师也是无比的愤怒, 为富盛集团奋斗了半辈子, 自己所有的青春都给了富盛集团, 最终被保安给拉出去了,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 智豪却被人给绑走了, 然后, 此时的蔡花满脑子都是智豪的安危, 不管不顾得顾身一人, 就前往营救智豪去了, 果不其然, 一切都是不死心的崔律师所做的, 而当智豪被带出来时, 他看到的竟然是蔡花前来救自己, 心里不免费, 这时老金带着人终于赶到了现场, 才最终化解了危机, 可崔律师趁乱却逃跑了, 智豪在这一刻, 眼里只有蔡花为他挺身而出的那一幕, 在他心里, 这就是真正的母爱, 智豪一直保持沉默, 他现在也很迷茫, 此时桂花看不下去了, 呵斥人和, 不分青红皂白的乱冤枉智豪, 为了不让兄弟俩的母花很快从昏迷中清醒过来, 看着眼前的人和, 第一句话就是问智豪怎么样了, 人和极其气愤, 他对智豪的恨意不减当初的菜花, 现在的智豪把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, 母亲还那么关心智豪, 让人和伤心不已, 然而一个不好的消息, 让本可以与智豪和好的, 却让蔡花不得不再次与智豪怒言相对, 医生告诉蔡花, 因为脑部受到重伤, 使得视网神经受损, 无法治疗, 不久就会慢慢双目失明, 蔡花得知这个消息极度的恐慌, 如果看不及好, 自己就他只是作笔金正旭看的, 为了就是让他感觉自己还有母性, 而后放过对富盛集团的报复, 而智豪永远不会是自己承认的孩子, 自己的孩子就只有任何一个, 智豪本来已经放下仇恨的心理, 现在一下又全都回来了, 更是变本加厉的回来了, 告诉蔡花昨天还觉得她是一个妈妈, 现在感觉就是自己疯了, 等智豪离开后, 连累智豪, 只能狠心让智豪永远不见自己, 这次智豪真愤怒了, 直接把蔡花现在住的地方购买下来, 让他们尽快收拾东西, 则其离开餐送给母亲和外婆, 而因为公司破产, 所有的资金都被冻结, 蔡花对任何还有钱乱挥霍感到不解, 在一顿逼问下才得知任何把车给卖了, 蔡花正好趁这个机会, 第一次教训了任何一次, 想到自己失明后, 再也无法帮助任何, 为了让任何能够独当一面, 支撑起一个家, 于是揭开了任何内心的伤疤, 让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 输给智豪就是输了, 实力不够就得承认, 不要总把他的不幸怪罪在别人身上, 好好证实一下自己, 而任何不明白蔡花的心意, 认为蔡花想去跟智豪, 过富裕的生活, 自己现在只是母亲的累赘, 之后任何气急而去, 蔡花也是良苦用心, 也责怪自己没有好好教导任何, 都是自己造的孽, 这天蔡花, 清理着不小心打翻的菜碟, 然而这一幕全部被桂花看在眼里, 于是追到房间, 询问事情的真相, 知道真相后的桂花也明白了一切, 明白蔡花是故意说狠话, 让智豪失望的, 桂花现在是真心的疼爱这个养女, 虽然以前也是恨透了蔡花, 但是蔡花一直把这个养母带在身边, 供她享受着生活, 桂花已经把她看作自己的亲闺女了, 现在只要能治好蔡花, 就算献出自己的眼睛也是心甘情愿, 可是都解决不了蔡花即将失明的双眼, 与此同时的崔律师还是没有死心, 再居然就会把证据送到警方去, 老金也没有办法, 为了治好的安全考虑, 也只能答应了崔律师的交易, 然而桂花还是把蔡花眼睛不好的事, 告诉了仁和, 当仁和看到母亲, 还在装作一切正常的看报纸, 殊不知报纸已经都拿反了, 以为是仁和从外面回来了, 起身叫着仁和的名字, 此时的智豪, 也终于知道了蔡花失明的事实, 她失了魂的来到车, 及时赶来的人和, 制止了无比冲动的智豪, 让她冷静下来, 告诉她为妈妈想一想, 妈妈可不想看到她就这样毁了一生, 这也不是妈妈想要的结果, 智豪强忍着心中的怒火, 放开了崔律师, 她不想再让妈妈为自己流泪了, 崔律师最后被带到警局, 为了自保, 还是把金刚建设违法的资料, 交给了警方, 而智豪身为金刚建设代理会长, 依法被带到警局调查, 针对富盛集团高息贷款的合同, 之后没有供出她现在的亲生父亲, 金正旭所为, 准备扛下所有的事情, 另一边在警方的询问中, 蔡花说是自己公司资金紧缺, 当初为了解决燃眉之急, 自愿与金刚建设签下的高息贷款, 而仁和这边也是如此地告诉警方, 哪怕警方告诉仁和, 这一次, 是他能夺回被强行抢走的公司时, 也依然说到, 智豪接受富盛没有什么问题, 他没有罪, 此时的仁和经过这次的事件后, 也放下了对智豪的偏见与恨意, 但是合同的是, 智豪是没有了责任, 可还是牵扯到了非法集资, 让智豪依然不能脱身, 而蔡花对仁和放下心中对智豪的怨恨, 而感到高兴, 兄弟俩终于可以走到一起了, 然而, 蔡花怎么能看着智豪就这样受苦呢, 他找到金正絮, 又想拳拳敲打着老金的胸膛, 责怪老金不去站出来救儿子, 此时的老金完全明白蔡花的心意, 紧紧地抱住了眼前的爱人, 而智豪这边, 已经全部承认都是自己做的, 死活不供出自己的老爸, 但是老金, 怎么会真就看着自己来之不易的儿子, 为自己受尽折磨, 于是自己主动站了出来, 证明金刚建设的事与智豪无关, 最后, 智豪也因此安然无恙地出来了, 外婆桂花找到智豪, 让她回家一起住, 告诉她没有时间了, 趁现在蔡花还能看得见, 就让她多看看智豪, 不要等到后悔那天就晚了, 然而智豪在回家之前, 决定还要为母亲做一件事, 她来到多美家, 向南珠一家下跪, 求原谅自己的母亲, 这样, 蔡花和仁和在接下来的宣判时, 可这十几年, 蔡花给南珠一家带来的痛苦, 没有同意智豪苦苦的哀求, 然而在智豪走后, 多美也恳求母亲放下心中的怨念, 爸爸也不希望见到她们, 一直不开心地过下去, 于是还答应母亲以后不再与智豪见面, 南珠虽然无法接受, 但是想到蔡花双目失明, 觉得这就是老天给她的天谴, 渊渊相报何时了, 也许放下不一定就是错误的选择, 而智豪听从了桂花的建议, 大包小包地回到了家中, 仁和第一时间帮助智豪, 把行李往屋里拿, 而蔡花却拦住智豪, 不让她回来, 不管蔡花说多么难听的话, 智豪现在也明白蔡花的用意, 无视了蔡花所有的话, 很快犯了错终究还是要受到惩罚的, 这天是洪雨进暗自宣判的日子, 蔡花与仁和对洪雨进的伤害, 也必须要承担责任的, 看着离开的两人, 智豪也是痛心不已, 谁能想得到, 这个审判, 当初是智豪为他们设下的局, 现在却因为这个局而感到无比的自责, 而因为南珠一家, 最终提交了谅解申请书, 蔡花最终是判了八个月, 缓刑两年, 而仁和被判了一年实刑, 独自一人回来的蔡花, 在家里为智豪做了最后一餐饭, 为智豪最后一次清理了房间, 然后决定瞒着所有人销声匿迹, 蔡花已经没有勇气面的智豪了, 所有的错都是自己造成的, 最后却由仁和来扛下所有, 在以后的将来, 自己也会成为智豪的负担, 他恨自己,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认不出来, 让他受尽这么多年的苦难, 都是自己一时的贪心的欲望, 冲昏了头脑, 害得两个儿子都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, 赶回家的智豪找遍了家里的任何地方, 都没有妈妈的身影, 拿着蔡花留给智豪的手卷, 此时的智豪哭得就像三岁的孩子一样, 转眼一年很快就过去了, 人和野行满释放, 开始迎接新的生活了, 但当得知妈妈已经失踪了一年时间, 还没找到, 无比气愤的责怪智豪, 智豪也是无奈至极, 自己想尽所有办法, 依然没有找到蔡花, 然而此时的蔡花, 却在智豪小时候生活的岛屿上, 已经一个人生活了一年了, 他虽然已经看不见了, 但是通过手机语音的播报时间, 知道了今天就是人和初遇的日子, 拿起照片, 甚至想念他们, 然而这天男猪突然找到智豪, 听说了蔡花失踪一事, 于是, 给出了一个从母亲角度想问题的建议, 告诉智豪, 想想他妈妈最心痛的地方是哪里, 感觉一定会在什么地方想着他, 抱着赎罪的心态而生活着, 最后还说道, 自己已经原谅他妈妈了, 一语惊醒梦中人, 智豪连忙跑回家找到外婆, 询问妈妈, 感觉最对不起她的会是什么, 而桂花跟蔡花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, 还是很了解蔡花的, 于是告诉智豪, 他妈妈最对不起她的地方, 就是她生活在贫穷的岛屿上, 十几年的那段时间, 智豪马不停蹄地带着仁和前往基辅岛, 果不其然, 仁和终于再次见到了, 他朝思暮想的妈妈, 拉着妈妈就要接回去, 此时的蔡花不知道, 智豪也在, 告诉仁和, 自己不能回去, 也不要告诉智豪自己的位置, 自己已经没有信心在面对智豪了, 智豪默默地看着这一切, 他没有发出声音, 怕蔡花因为自己的到来, 让他更加伤心, 蔡花始终无法原谅自己, 对智豪这些年的折磨, 他不希望智豪原谅自己, 他也不希望, 让智豪看到自己现在的惨状后, 因为可怜和愧疚而原谅自己, 一想到, 智豪要为自己而哭泣, 就会感到撕心裂肺, 在这一刻, 他宁愿在这座小岛上默默地想念他们, 也不想再给智豪带去一丁点的伤害与不快, 无奈的兄弟俩也只好回来,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, 然而桂花作为蔡花的母亲, 十分地担心蔡花, 自从蔡花失踪后, 桂花没有一天能够睡得好的, 然而就在这时, 在桂花的哭泣声中, 智豪二话没说地冲门而去, 而蔡花这边正在急忙地收拾衣服, 准备离开这里, 他不想让智豪找到自己, 但是就在这时, 危险发生了, 厨房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, 蔡花在一番自救无果下也认命了, 认为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, 也不是什么坏事,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 智豪突然冲了进来, 最终化险为夷, 拯救了蔡花, 当晚智豪陪妈妈一起睡了一夜, 这一夜是智豪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夜, 问世间什么东西最厉害, 那当然是时间, 唯有时间能冲淡一切, 智豪决定出国留学, 一方面深造自己做取的功力, 最重要的是, 自己与蔡花都需要时间, 来沉淀这段悲伤的往事, 智豪把公司都交给了人和, 然后来到蔡花这里做到别, 蔡花满含泪水地说出最硬的话, 让智豪走了, 就别再回来了, 而心里恨不得抱住儿子永远不分开, 当智豪前脚刚离开, 蔡花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, 她是多么地想与儿子, 说一声一路平安, 多想抱一下儿子, 她后悔了, 蔡花追着车子, 喊着儿子的名字, 但是此时的智豪已经听不见了, 不愿放弃的蔡花一路追逐着, 哪怕她知道已经追不上了, 她也要往前走一步, 那样自己与智豪也会更近一点, 可是, 双目失明的蔡花此时已经迷失方向, 她来到了一处悬崖峭壁之前, 她认为儿子就在前方, 毫不犹豫地迈着前进的步伐, 此时的智豪已经来到了机场, 老秦来为自己的儿子道别, 最终父子俩也如愿以偿地抱在了一起, 此时的多美也敢来为智豪送行, 虽然没有说一句话, 但是彼此的心意, 只需一个眼神就可以明白, 与此同时的蔡花被紧急送往医院, 但是受伤太重, 只剩一口气了, 桂花看着重伤的蔡花, 无比的痛心, 祈求着蔡花不要丢下自己一个人离去, 桂花拨通了智豪的电话, 但是没有告诉智豪蔡花现在的状况, 只是让蔡花静静地听着, 智豪对桂花的嘱咐, 让外婆好好照顾妈妈, 蔡花听着电话里智豪对自己的关心, 最终还是不舍地离开了人世, 回望蔡花一生, 她是一个美丽的好母亲, 但却是一个坏女人, 为了心中的贪欲而掉进丈夫的圈套, 为了自己亲儿子的未来不择手段, 最终害了所有人, 也得到了最痛苦的惩罚, 希望全天下的父母都善待自己的儿女, 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, 只要她叫了你一声妈妈, 那她就是你的孩子。